他是帝都豪门大小姐 大哥是叱咤风云的金融大亨 二哥是享誉世界的天才医生 三哥是炙手可热的顶流影帝 他本该万千宠爱及一身 享受仪式荣华 却不料在一岁时被人偷走 扔进了孤儿院 从小过着鱼狗抢时 被人欺凌的日子 18岁终于被所谓的父母接回了林家 可他却半点感受不到家的温暖 他为了得到家人们的爱 处处忍让 最后却被林家送给了变态老男人换取利益 新郎你是否愿意娶林婉儿为妻 对他忠诚直到永远 我愿意 他不是林家林养回来的孩子吗 他是林家成的亲生女儿 小时候与林婉儿抱错 八年前被认回来 刚回来的时候 还举办过认亲宴 那时候还能在各种宴会上看到他 近几年倒是没看到过他 没想到变成了这个样子 林家的这个新女儿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们还不知道吧 林锦被带回林家后 将整个林家搞得乌烟瘴气 据说林老爷子就是被他给活活气死的 你们看到他脸上那条疤很眉 听说是与一群小混混打架时 被对方一刀子划伤的 这个林锦之前18年都生活在贫民窟里 跟着一群地痞流氓混成小太妹 即使后来进入林家后 也改变不了他身上的贫穷与卑劣 打架斗殴 不学无数 还想抢夺林婉儿的未婚夫 这个人啊 一旦学坏 跟就烂了 怎么都养不回来 他今天过来干什么 该不是想要抢他姐姐的未婚夫吧 就他那个样子 是男人都选林婉儿 面对众人嘲讽不懈 轻烈厌恶的眼神 林锦泰然处之 他的目光看着前方的那对新人 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到最前方 林锦 今日是你姐姐的大喜日子 你不要胡闹 我亲爱的父亲 你为什么这么害怕我站在这里 是因为我的出现让你脸上无光 还是因为我让你觉得羞愧 你这孩子说什么胡话 你有什么事等你姐姐婚礼结束后再说 胡话 我林锦再也没有比现在更清醒的时候了 姐姐 我林锦可没有这样的姐姐 她是天上的公主 我只是地上的烂泥 我又有什么资格做她的妹妹 她身上流淌着高贵的血统 我身上流淌着的是最低贱肮脏的血液 我配做她的妹妹吗 你闹够了没有 别再丢人现眼了 林锦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立刻马上离开这里 并向你姐姐姐夫 以及所有的宾客道歉 你说的对 我是应该道歉 林锦诚听到这里 心刚放到一半 就又听到了令她无比震怒的我 在这里我要向我的好姐姐道歉 对不起 是我不该来这个家里 让你受委屈 让你痛苦 让你抬不起头 我更要对我亲爱的父亲和母亲道歉 对不起 是我不自量力 是我痴心妄想 想要得到你们的爱 是我太自以为是 以为处处做到最后 你们就会像对林婉儿一样 对我露出慈爱的微笑 会给我一个温暖的拥抱 哪怕一句鼓励 可惜 我错了 不管我做得再好 考得再好 都抵不过林婉儿的一滴眼泪 她只是说一句 不如我被人嘲笑 你们就命令我不许超越她 只要她说一声 想要我的东西 你们就要我伸手奉上 只要她流一滴泪 那都是我的错 因为我的存在 让她难过 让她难堪 你们既然如此不喜欢我 不想见到我 为什么要将我带回来 为什么 母亲 我真的是你们的孩子吗 为什么你们给了我希望 又让我绝望 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 为什么 为什么 那一声高过一声的凄凉质问 让在场的宾客 尽若无声 四一眼圈泛红 心疼地看着面前 伤痕累累的女孩 我情愿做一个 无父无母的野孩子 也不要再做 你们临家的女儿 妹妹不要闹了好吗 三姐姐求你了 你上次一闹 气死了爷爷 这一次难道想气死爸妈吗 我知道你恨我 恨我不肯将一云哥哥让给你 可是一云哥哥爱的是我 我与他从小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 我什么都可以让你 但爱情无法相让 林婉儿还是这么会作戏 无愧是当演员的人 让所有人误以为我闹这么一处 是为了抢夺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 还是自己的姐夫 林婧 我告诉你 我黄一云就是娶猪娶狗 也不会娶你这个不知廉耻 蛇蟹心肠的女人 谁也没有想到林婧会直接出手 一脚直接将她给废了 这就是你们养的好女儿 如果我儿子有什么不测 我得要你们临家付出代价 庆家母不要生气我 别这么喊我 我们皇家 可当不了你们临家的庆家 临家成怒火中烧 直接冲上前 抬手就要往林婧的脸上打 巴掌还未落下 便被林婧牢牢抓住 真的一声 林家成整个人倒飞出去 重重砸在地上 痛得她一时无法起身 林母傻眼了 断然不敢相信 那个老是可怜兮兮 软声软语 从来不敢违抗他们命令的女儿 竟会对丈夫动手 林婧 你怎么敢对你爸爸动手 你太无法无天了 当我不再稀罕亲情时 你们有什么资格命令我 当我不再做林家人时 你们是个什么东西 刚刚我就说了 我不再是林家人 我不叫林婧 我叫石婧 我是无父无母的孤儿 是没人要的野孩子 这一刻 她重新做回了那个无所畏惧 光芒四射的林婧 她再也不是那个卑微的 如同乞丐一般 可求着父母给予自己 一点点恋爱与温暖的林婧 林婧儿看着眼前 焕然一新的林婧 心头发产 第一次见到她时 她就是如现在这般 那么的耀眼 那么得夺目 让人无法忽视她的存在 她明明是生活在臭水沟里的老鼠 怎么可能要比她更夺目的光彩 所以我费尽心思 将她身上的光芒一点点消磨掉 让她变得微微缩缩 变得再也无法与自己相比 可现在那个光芒四射的石井又回来了 林婧儿惊害过后 心里却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这个女人离死不远了 她的身体已腐朽 八年的时光慢性的毒药 足够夺奪走她的生机 且是悄无声息地将她夺走 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什么林家亲生女 林家只有一个女儿 那个人必须是她 林婧儿 小锦如果你不想我待在林家 我可以走 我甚至可以当众宣布 从此离开林家 离开爸爸妈妈 请你不要再伤害爱你的爸爸妈妈了 好吗 石井看着情深意怯的林婧儿 只觉得作误 多少次日日夜夜 她想要撕毁掉她那张作作的脸 以前她不敢 因为她怕父亲和母亲不高兴 怕他们对自己露出失望的眼神 怕他们觉得自己没有教养 怕他们对自己不行 但是现在 她不怕了 连续几个巴掌 直接打得林婧儿面颊红肿 脸上再也露不出那种 角柔造作令人厌恶的表情 你们愣在那里做什么 赶紧上去将那个疯女人给我拉开 酒店工作人员齐齐往前冲 突然一把锋利的刀子架在林婉儿的脖子上 别动 谁上前一步 我的刀子就往前一分 小姐 你这样做事犯法都会坐牢的 你放开姐姐好吗 我保证不追求 保证不再回林家 将爸爸妈妈还给你 我已经不稀罕了 她用了足足八年的时间 彻底的看清了她 在他们的眼里 压根就没有自己这个女 在林家 狗都比她有尊严 我知道我活不久了 既然你们不想我活着 那干脆一起死好了 在黄泉路上 咱们姐妹还能有一个伴 我的好姐姐 你可以 石井不可置信地看向前方那个男人 张嘴想要问为什么 却最终没有说 那个男人帮着她脱离魔爪 那个男人处处维护她 那个男人始终站在自己的身边 带给自己仅有的温暖 可现在她对她下了死手 最信任的人 背叛了自己 我的好妹妹绝望吗 我就是要让你绝望 不妨告诉你 这一切都是我设计好的 就连之前 你的那些男人 都是我亲自为你挑选的 瑟瑟真是没想到你都那样了 还能毫无羞耻地醒过来 难道不应该以死保住家族的名誉吗 石井沉重的眼皮 在她一句句恶毒言语的刺激下 声声挺住 死死地盯着她 瞧瞧多漂亮的眼神 我都有点舍不得这么快将你解决了 毕竟我还没完够呢 可惜义云哥哥不想再看到你 我只能送你下地狱 不要怪我 要怪就怪你不该回来 凌家的一切本就是我的 你只配当臭水沟里的老鼠 婉儿你没事吧 快让妈妈看看你有没有受伤 妈妈对不起是我害了妹妹 别提那个扫把星 她死了也是活该 这件事不关你的事 使她自作自受 都是妈妈不好 都是妈妈的错 当初就不该让这个丧门星进门 都怪妈妈差点害了你 别提那个孽障 我临家城这辈子就没这个女儿 婉儿你没事吧 都怪哥哥不好 将你置身在危险之中 秦哥哥不是你的错 你不要自责是我不好 现在妹妹她 我好害怕 你这个孩子 她都这样对你 你还想着她 她死了也是活该 她死了才是对社会最大的帮助 婉儿你真是太善良了 这就是我喜欢的女人 永远都是这么善良 即使被人如此对待 还能不计前嫌 再看看哪个乐毒的女人 心思歹多 留在这个身上也是祸害 漂浮在空中的石井 短暂的迷茫过后 记忆恢复 她死了 被自己最信任的大哥哥给杀了 那个一直站在自己同一条阵线上 同样讨厌林瓦儿的大哥哥 私下里居然爱慕着林瓦儿 真是好演技 好算计 这一算计 就是八年的时间 整整八年 取得了她的信任 到最后给自己狠狠捅了一刀子 看着众人不停地安慰林瓦儿 听着他们口中一句句 她该死的话语 石井只觉得可笑 可悲 这就是林家人 我一直将他们当作亲人的林家人 林先生你女儿的尸体 我们林家没有这个女儿 她的尸体 要扔 要烧 随便你们 所有人都走了 宾客们散去 只留下酒店的工作人员 以及一具冰冷的尸体 突然 酒店大堂出现一道修长的声音 同志殡仪馆的人 有些人看着面冷心冷 其实比那些 面上挂着伪善笑容的人 要好上千万倍 姑娘 下辈子不要活得那么憋屈 好好地为自己而活 她本是豪门巨士的掌上明珠 却在一岁时被人偷走 丢弃在了博儿院 受尽了磨奈与灵 十八岁被父母寻回 却再次将她推入了深渊 她奋 她奋这个享受了她人生的虚伪 奋这些满脸伪善笑容 所谓的家人 就在她放弃一切 打算拉着这家人 同归于近视 她对她最信任的大哥哥 一枪毙命 一到白光神 石井看着面前熟悉的大门 无数的记忆从脑海中一一划过 这里就是她一生悲剧的开端 前世没能得到的亲情 今生不再奢求 但前世欠她债的人 今生就从这里开始 一笔一笔收回 零晚 我又回来了 石井小姐快进来 曾经的她第一次踏进这里 心情是忐忑的 是不安的 是期待的 是高兴的 但当她再次踏进这里时 只有那压抑在心底深处的恨意 鲜血淋漓 贵妇人仿若未闻 继续手中插花的动作 可能夫人没听见 夫人 石井小姐已经到了 秦军婉将最后一株玫瑰插入 漫条四里的抬起头 瞥见王妈手中拿着的破布袋子 王妈您哪里捡来的垃圾赶紧丢掉 瞧瞧那脏兮兮的 不知道沾染了多少细菌 婉儿碰到了会过敏的 王妈尴尬地愣在那里 担忧得看向石井 怕这孩子觉得难堪 石井却神色平静 这样的难堪 早在八年前就经历过了 如今再经历一次 如蜻蜓点水 不值一提 夫人 这 这是 这是我的东西 夫人是不是觉得 我全身上下都是细菌 的确从医学的角度而言 我的身体上是有很多细菌 同样夫人 你身上的细菌也只都不少 秦军婉愣愣住了 王妈也惊讶地看着她 石井小姐 你别生气 夫人就是心直口快 没有别的意思 是妹妹来了吗 石井目光牢牢地定格在林瓦尔的身上 全肚子 林瓦尔打亮着面前人 皮肤白皙 五官精致 尤其是那双眼镜 即使穿着普通 依然掩盖不了她的美 该死的 小姐 我能这么叫你吗 叫我石井 石井妹妹 不和你介绍一下 这是爸爸 这是妈妈 以后我们会在一起生活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亲生父母时的样子 在他们的眼里 好像只是多了一个带着血缘关系的陌生人 而不是他们失散多年的女儿 反而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林瓦尔更像是一家人 石井以后你要和你瓦尔姐姐好好相处 虽然瓦尔不是我们的孩子 但是我们已经决定收养她 她以后就是你姐姐 你好好照顾她知道吗 我只听说过姐姐照顾妹妹 没听到过妹妹要照顾姐姐的 秦军瓦唇角的笑容僵住了 妈妈 我已经是大人了不需要人照顾 石井妹妹刚来家里里应我照顾她才是 哼你把我想得太娇气了 是啊是啊我的瓦尔长大了 我的女儿懂事了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想要什么缺什么 直接告诉你妈 让她帮你置板 认识完了那我带妹妹上楼回房间了 瞧瞧这孩子 不喜欢的话告诉我们换就是 林瓦尔带着石井来到了给她准备好的房间 依旧是前世她所住的房间 前世的自己初次见到这个房间时 内心激动又高兴 这样的房间只有做梦的时候才会出现 自己再也不用住在阴暗潮湿的屋子 再也不用担心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 再也不用担心老鼠蟑螂爬到自己床上 那时候的自己心中只有满足于感动 感动林瓦尔的贴心 感动父母对自己的好 即使后来知道 这个房间是家中最小最偏僻的位置 依然无半分的不买女院顿 即使后来看到林瓦尔的超大卧房 比自己的房间大到不止三倍 甚至她的衣帽间都比自己的卧房还要奢华时 自己依然没有妒忌 因为那时候的自己 要求真的真的很小很小 只要有一个能让我安然入睡的地方就好 前世自己的体贴自己的退让 到头来换得确实人人厌弃的结局 或许一开始就错了 属于我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让给一个外人 石井妹妹喜欢吗 这可是妈妈和我一起为你精心布置的 和妈妈一起布置多么亲密的称呼 这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告诉你 她即使不是林家的孩子 但是父母依然疼爱她 正是在无形地宣示自己在林家的地位 是在无时无刻地提醒我 能带我去看看其他房间吗 你不喜欢这个房间 石井笑而不语 林瓦尔懂了 这是不满意 等会儿看中哪个房间 你可以说 我喜欢就能住吗 当然 你想住哪间就住哪间 这里可是你家 林瓦尔扮演着贴心的姐姐 带着她一间间的参观 这里是书房 爸爸不喜欢人进出 妹妹以后可不要轻易进去 否则会被骂的 隔壁是哥哥的房间 哥哥是爸爸妈妈收养的儿子 现在在国外做交换生 还有一个月才能回来 你的房间呢 妹妹 我的房间没什么好看的 我想看看 林瓦尔想要阻止 但石井已先一步走了进去 大大的落地窗 将屋外的美景尽收眼底 房中的摆设精致 跪起 我要这间房 我就知道 他一来就会抢走我的东西 可可这是我的房间 你不是说所有的房间让我选吗 怎么 原来你说的只是客套话 石井妹妹其他房间都很好 你可以选其他房间 这间房间 姐姐诸习惯了 你们两人怎么在这里 婉儿你怎么哭了 石井妹妹不喜欢我们替她准备的房间 让我将我的房间让给她 瞧瞧这说话的水平 永远是在染声细雨里 给你下半子拉仇恨 可惜她注定要失望了 林嘉诚与秦军婉会不会对我不喜我不在乎 我要的东西很简单 就是要让林婉儿难受憋屈 小景这是姐姐的房间 其他的房间你可以随意选 这里真是我家吗 当元 你们真的是我亲生父母吗 四元 这里既然是我家 你们又是我的亲生父母 为什么我就不能住自己想住的房间 要为了一个外人委屈求全 我只是想要体验一下 原本该属于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难道不行吗 马儿搬出来 这间房让给施锦 好我搬 我就知道她一回来 属于自己的一切都会被她抢走 现在是房间 以后还会有更多更多的东西 她为什么要回来 为什么没死在外面 小景你是个懂事的孩子 为什么一定要姐姐的房间呢 其他房间你要是不喜欢 可以叫设计师来 按照你的喜好设计 那不是更好 这个房间我就很喜欢 她之前不是说要照顾我吗 现在让她让个房间就不愿意了吗 好了 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 婉儿搬出来 这个房间给施锦 纵然秦军婉心有不满 却没敢再多说什么 隔壁房间也不错 你要是不喜欢那个风格 妈妈给你请最好的设计师 设计成你喜欢的样子 只要施锦妹妹开心就好 我一直叫养长大的婉儿 何时受过这种委屈 这孩子在外面长大 一点酱饮都没有 看来以后还得好好教教 否则就这样带她出去 留的是我们林家的脸面 等佣人搬的就剩下柜子里的几件旧衣服 是 林婉儿喊了听 婉儿小姐 刚刚石锦小姐说了 要我们今天之内必须搬完 石锦小姐 这个称呼还真是刺耳 我身材与她相似 石锦妹妹刚来 没什么衣服可穿 这些衣服就留给她吧 婉儿小姐真是善良 都搬完了吗 搬完了 授予的那些东西 婉儿小姐说 留给您用 前世我的好姐姐 就是用了这么一招 让我在所有人面前 颜面尽失 那时候的她贴心地 将衣服留下 贴心地告诉我 这些衣服都是 她从未穿过的 并且贴心地 将我带到上流圈子里 殊不知这些衣服 都是她穿过 且是过时的衣服 那一日自己第一次 临家女儿的山沸与人见面 却让外人看责了笑话 所有人都知道 临家刚回来的亲生与儿 抢走了帽牌 过临婉儿穿过的 二手衣服 还都是一些过时衣服 从那以后 她的身上就被人贴上了 没品味 没演技的标签 她至今都还记得 那些人看着自己的眼神 毫不掩饰的鄙夷 轻视 她更不会忘记 母亲回来后 直接气地指着她的鼻子骂 骂她是眼皮子浅的穷鬼 是上部的台面的东西 她至今还记得 那种痛与吃辱 如今临婉儿又想要 故技重施 那她就奉陪到底 亲生女儿流落在外十八年 回家的第一天 就被父母完全忽视 母亲还一个进的家菜 给纠占雀巢的养女 婉儿 这些菜都是你爱吃的 妈妈特意吩咐 厨房给你准备的 谢谢妈妈 这就是我的好母亲 眼里心里全都是林婉儿 她在替林婉儿加菜时 可还记得有一个亲生义儿 师姐妹妹 你尝尝这个生鱼片味道很好 这是生鱼片吗 不 这是战书 是在告诉你 你看你即使是妈妈的亲生脸 但那又怎么样 她看不到你 她只给我加菜 却没有给你加 石井放下筷子发出声响 林家成秦军婉不悦地抬头看她 闹吧闹吧 你越是闹 爸爸妈妈就越不喜欢你 小姐你这是做什么 太脏 石井你的教养呢 生鱼片虽然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但同样还有成千上万的细菌 在上面繁衍滋生 你可知道每过一分钟 上面的细菌会增加上亿 从在沙道上餐桌这个过程需要多少时间 而在这个时间里又滋生出了多少的细菌 我说她脏难道不对吗 林家成知道自己误会了 想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但石井继续逃 我五岁从孤儿院出来 鱼狗抢过吃食 与其他乞丐争过桥洞 与人乞讨过钱财 在十几年的人生里 只学会了一件事 活着 教养是什么 能换吃的还是能换喝的 还是能让我衣食无忧地生活 如果可以 那我会有很好的教养 餐厅内寂静无声 林婉儿震惊地看着她 震惊的不是她以前过的日子 而是她能如此轻描淡写地 将以前那些不堪入目的事 堂而皇之说出 我吃饱了 你们卖用 林家成看着满满一桌 都是林婉儿喜欢的菜肴 没了胃口 以后吃饭前 问问时 紧喜欢吃什么 现在就连吃的都要与我争夺了吗 婉儿你多吃点 林婉儿看着桌上的海鲜 想到十几年话 哪里还有什么胃口 不了 我已经吃饱了 妈妈真是一点眼力尽都没有 王妈你说说十几那丫头 好端端地提那些做什么 闹得所有人都不愉快 哎 如果我是十几小姐 心里也会不舒服 自己刚回到家里吃的第一顿饭 全部都是林婉儿喜欢吃的 十几小姐不生气才怪 这件事的确是夫人做的欠果 十几小姐还不习惯吧 夫人多去关心关心她 自然就好了 进来 林婉儿走进房间 目光落在十几的身上 此时她坐的位置 正是她以前最喜欢的位置 在那里能看到整个别墅区内最美的风景 那椅子更是哥哥为她定制的沙发 全世界只此一个 可现在却被十几给占了 十几妹妹明日有一个小型的聚会 要不要与我一同去 不去我与他们又不熟 那些人都是爸爸妈妈好友或者生意伙伴上的子女 作为林家的女儿 必须与这些人交好 你不用害怕 我会照顾你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就去看一看 十几妹妹去那种场合 可不能穿这种衣服 那我应该穿什么衣服呢 上钩了 现在去买衣服太迟了 也挑不到什么好衣服 还好衣帽间里给你留了不少新衣服 那些衣服都是全新的 我从未穿过 妹妹不会介意吧 万儿姐姐我怎么会嫌弃呢 难为你为我考虑我感激都来不及 你不介意就好 那妹妹早点休息 可不要将自己这么好的皮肤给折腾没了 明明我们是同岁 可她脸上的胶原蛋白 看上去却比自己多 万儿姐姐应该注意早些休息 注意保养 否则其他人看到我们两人 还以为你大我好几岁呢 沙内奸 林婉儿窒息了 你早点休息 晚安 林婉儿在转身时 脸上的笑容尽数消失 只剩满脸愿赌 可恶可恶可恶 该死的该死的 实际你就算是林家的亲生女儿要如何 终有一天 他们还是会属于我 只属于我一人 婉儿到外面要好好照看她 莫要让她闹了笑话 丢了林家人的脸面 妈妈 我懂得 走吧 你怎么还穿这身衣服像什么话 有什么问题吗 你穿这样出去 是诚心让外人看我们林家的笑话吗 你是想告诉所有人 我们林家可待你吗 妈不要生气 妹妹应该是无心的 石井赶紧给妈道歉 石井却笑啊 看着愤怒的林夫人 只觉得可笑 音音 我这么骂她 她却还能笑得出来 妈妈 消消气 气坏了身子 我会心疼的 石井赶紧给妈妈道歉 道歉 我为什么要道歉 我是没穿衣服 还是去偷去抢了 怎么就让你难堪了 我穿的衣服干干净净净 怎么就丢林家的脸面了 你是要气死我吗 石井妹妹 你穿着这一身衣服 出去不符合身份 你现在是林家的大小姐 不再是从前 衣服是脸面 现在你代表着 不仅仅是你个人 更代表着林家 我知道 我应该穿林婉儿穿过的 就衣服出去见她的朋友 那样子林家会很有面子 脸上更有光 什么更有光 妈妈让石井妹妹 穿好一点的衣服出门 妹妹觉得被冒犯到了 与妈降了罪 你妈说的没错 女孩子应该穿裙子 你这身衣服该换一换 我这身衣服出去 见人会丢林家人的脸 我穿着别人不要的 就衣服出去 是不是更有面子 还是说林家有规定 出门见朋友 得穿别人的就衣服 什么意思 我的好姐姐 让我穿着她的就衣服 去见她的朋友 但我没有 石井你小小年纪 怎么就能撒谎 婉儿什么时候 说过这种话 她是没说过 但是却是这么做了 你们可以去看看 我衣柜里 除了我带来的几身衣服 其余的都是 林婉儿不要的旧衣服 你们不让我穿自己的衣服 不就是逼着我穿她的旧衣服 再出门去见她朋友了 那样子林家脸上 是不是更有面子 如果我真的不为林家考虑 恐怕要不了一天的时间 整个汉城市上流圈子里 就会传出 林家的亲生女儿 穿着养女的旧衣服 出门见人 往小了说 会以为林家夫妻 更喜欢养女 毕竟养女养在身边多年 更有感情 你看看 亲生女儿只能捡养女的衣服穿 网大了说会以为林家是不是生意场上 出现了什么意外 资金链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连给亲生女儿买衣服的钱都没了 一旦有新人拿着这件世界题发挥 在网络上这么一宣传 后果会怎么样 石井看到林家成面色变了 心里笑 我这个父亲对谁都不看重 最看重的就是他的公司 谁要是做出伤害他公司的事 他绝对不会轻饶 网络上的人说什么 与我们林家有什么关系 闭嘴 你考虑得很周到 爸爸不是那样的 我 我真的没有那么想过 瞧你把婉儿吓得 婉儿那么多衣服 怎么可能记得住 哪些是她穿过 哪些是她没穿过的 这就是我的母亲 在她眼里 林婉儿才是她最完美的女儿 即使将她丑陋依暗的嘴脸摆在她的面前 她总能替林婉儿找到千百种女友 而我在她的眼里 只是一个粗鄙不懂礼仪 没文化涵养的地痞小流氓 像这样的一幕幕 在上一世八年的时间里 她经历过太多太多次 从最开始伤心难过 随后是嫉妒 愤怒 到最后全部化为恨 婉儿是一番好意 你不领情就算了 还在这里挑拨离间 这种恶习 我们家绝对不允许存在 看吧 明明是林婉儿的错 到最后去成了我的不是 够了 喜欢什么衣服 自己去挑 林家的女儿 不需要穿别人穿过的衣服 不用替爸爸省钱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林家乘走后 施锦扬了扬手中的银行卡 笑容可惧地对着他们魔女两人 我去购物了聚会 你自己去吧 玩得开心 等施锦离开 秦军王捂着胸口气得不轻 他这是什么意思 是在说我苛待他吗 妈妈不要怪妹妹 妹妹只是心里有气 等气过了就好了 还是我的婉儿贴心 妈妈给你钱 你喜欢什么就去买什么 施锦离开别墅后 独自走在繁华的大街 仰望着蔚蓝的天空 他有多久没有看到过外面的阳光了 一年两年甚至更久 林家人将他绑着送到了 那个暴虐的老变态手中 换取了足够的利益 扩展林氏集团 他们用他换来的金钱 给林婉儿置办产 置办盛大的婚礼 一家人过着 纸醉金迷的逍遥日子 而他一直活在炼狱里 暗无天日 感受着阳光洒落在身上的温暖 这样的感觉 真好 施锦进了商场的服装店 转了一圈后 随手指了几件衣服 这几件给我打包 好的您是请您稍等 你们看那件红色的衣服好漂亮 我们也去买一件吧 林婉儿在看到施锦后 你怎么了 你认识那个人 我们赶紧走吧 他是谁 你怕什么 我们走吧 若是让他看到 我 我 我又会 他不会就是你爸爸妈妈 收养回来的女儿吧 一个养女也敢欺负你 玩 不是我说你 你未免太善良了 就是 一个养女也妄想 踩到你正经大小姐头上 简直是翻了天了 走 我们去会会她 你是凝烧的马上就好 等一下 静恩神 书影 于欣欣 林婉儿的闺蜜好友 每一次我与林婉儿的争斗 这些人总是护在她的面前 替她出手 替她打抱不平 而林婉儿只需要在他们身后扮演天真 善良的人 瞧瞧 这样的画面又要上演了 我们店里的衣服不卖个穷鬼 这些穷鬼穿上我们家的衣服 只会拉低品牌的档次 像你这样的人只适合穿地摊货 这里不适合你有多远滚多远别脏了我们的地方 二小姐 这位客人她已经要买下那些衣服了 她付钱了吗 我这边正准备刷卡 那就是没付钱了 我现在命令你不许将衣服卖给她 凡是我们几家品牌旗下的衣服 一律不许卖给她 这不好吧 怎么我说了话不好使 那要不要我去请你们的总经理过来 导购员闭上了嘴 心里却是气氛不宜 你刚刚说什么 小姐 你不要生气 那生心只口快 没有恶意的 她的意思是 你不太适合这个品牌衣服的风格 婉儿你怕她做什么 一个从品名窟里出来的孤儿 还真当自己是千金大小姐 我们家的店不欢迎你 像你们这种穷屌丝 即使穿上了我们的衣服 也穿不出她的气质 既然是屌丝 就应该有屌丝的觉悟 穿你们该穿的地摊货 你们这种人 就算穿上了LB 依然掩盖不了身上的穷酸味 你们衣服放在这里 我作为消费者就有权利买 除非你们将衣服全部撤走 今日我就将话放在这里 这里的衣服不卖你们这种穷屌丝 你要能从这里买走一件衣服 算我既恩生疏 好大的口气 你以为这商场是你们家开的吗 很不巧 红盛商场就是我家开的 瞧瞧你这穷酸样 还是别来这里 我怕脏了地方 更怕你身上的穷酸气息 污染了商场 林婉儿站在一旁 看着石井被人群起攻之 心里非常痛快 面上却很焦急 你们不要这样有话好好说 你们说的可真好 既恩生与于欣欣愣住了 林婉儿一时一脸蒙不明白 她是什么意思 被人们还如此开心 是不是有病呢 石井怜悯的目光 自三人身上扫过 最后停留在 既恩生与于欣欣两人的身上 你们交了一个很好的朋友 有些人哪 别以为进入了林家 就是豪门千金了 乌鸦就是乌鸦 即使飞上了枝头 也成不了凤凰 一个养女算什么东西 养女 欣欣不要说了 养女这词很新鲜 前世的时候 她可没有听到过 石井唇角微微上挑 似笑非笑地看着林婉儿 养女吗 石井走后 林婉儿心中惊讶 她这么快离开 且没有戳穿我的谎言 她会这么好心吗 不可能 她一定是在憋着什么坏主意 在杰恩生三人眼里 石井就是落荒而逃的 但见林婉儿受惊的模样 三人不解地问她 婉儿我们帮你羞辱了那女人 你怎么不开心 恩生我担心担心她回去告状 若是爸爸和妈妈听信了她的话 一定会怪我的 你爸爸妈妈这么爱你 怎么可能会为了一个外人怪你 外人 我才是那个外人 你不知道我爸爸妈妈有多喜欢她 她 她现在住的就是我以前的房间 什么 那个女人还抢你的房间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知道的话 一定不会这么轻易地放她走 不急 以后有的是时间 敢欺负我书影的闺蜜 真是活你了 与此同时 石井从商场出来后 拿起手机 看着录制成功的视频 唇角勾起一抹冷笑 视频发到你手机了 不管用什么法子 将这件事炒热 我给你五十万 定金十万 试成之后再付尾款 没问题 当天晚上 网络曝光出一段偷拍的视频 视频里某富豪家的千金大放厥词 说穷人不配穿他们家品牌的衣服 更有意思的是某商场家的千金 同样大言不惭的直言 穷人会污染他们家商场 很快两个人的身份就被网友扒了出来 这是红盛商场 是汉城市瑜伽的产业 瑜伽大小姐真是好搭的口气 穷人出现在他们家的商场会污染 怎么不干脆在门口立个牌子写上要求呢 什么垃圾商场 红盛商场好歹是汉城市老牌子了 没想到他们这么看不起人 呵呵 赚着我们的钱 背地里这么骂我们 真是 JL家衣服 我的确不配穿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品牌 原来是JL家的 原本还想去买他们家的新款 现在呵呵老娘的身份够不上 万一被人轰出来 我岂不是丢脸死了 JL家太高贵了 我穿不起 抵制JL 抵制红盛商场 让他们没有我们这些客人后 他们是不是还能这么嚣张 随着这件事的热度 讨论度越来越大 网络上已经全民刷起了抵制的言论 原本网络上就有不少仇富心理的网友 如今看到附加千金嚣张蛮横地 说出如此羞辱人的话 彻底点燃了这一拨人 石井刷着网络上的留言 见到事情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成功 唇角微微上扬 似乎已经看到了明日精彩的好戏 四日清晨 当股市一开盘 不管是瑜伽还是几家 两家的股市蹭蹭地往下掉 照着那势头绝对会跌停板 不指望你为家里做什么 但你能不能学从明点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还需要我教你吗 爸我做错了什么 你一上来就打我 你还委屈了 老公欣欣做错了什么事 你和我说我来教训他就是 你可别气坏了身子 都是你将孩子宠得 宠得他无法无天 你知不知道他惹了多大的祸 你自己好好看看 这个混账东西都做了什么 于夫人看完后 眉头皱起 看到于家的骨架受到了波动 才明白为何老公会这么生气 我到底说了什么了 于心心不服气 拿过手机看到上面的内容后 脸色刷的账户 尤其是看到下面网友的评论 一个个恶毒自己 将他以及他的家人祖宗十八代都骂遍了 这些人是不是有病 我骂的又不是他们 我是在骂林家那的养女 关他们屁事 你个蠢货 还不知道错在哪 萧萧气现在不是骂孩子的时候 先把事情的影响降低到最小话才是关键 老公公司那边准备怎么处理 联合技家一起 删除网络上的负面消息 将消息压下来 减少集团的负面影响 不疼 怎么说 欣欣地话出中了这些人的痛处 现在所有人正在气头上 贸然删除评论恐怕会适得其反 让一些极端分子 纠知这件事不放 现在最好的法子就是放认知 网友们的记性都很短 过一段时间自然而然就忘了 不行 这影响太大 今日公司的股价 因为这件事已经跌停板 若是不及时处理 股价很有可能会持续下跌 到时候股东们该闹了 一直这么放着自然不行 我们可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你刚刚说林家的杨女 是怎么一回事 还能怎么回事 不就是一个贫民窟里出来的人 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让林家收养了她 那女人可威风了 以为自己进了林家 就是林家的女儿 更可气的是 不知道她怎么哄得林伯父 和林伯母 竟然让她住 敬婉儿的房间 说到底 这件事都是因为 施锦贞和小贱人 如果不是她 哪里来这些破事 于欣欣欣无城府 没有那么多想法 但于是夫妻两人不同 这些事是谁和你说的 当然是婉儿老 我们见婉儿心情不好追问之下才得知 婉儿的性格你们是知道的 从来不会说这些东西 于夫人看着心思单纯的女儿 让她回了房间 秦军婉的性格 不像是会突然去领养孩子的人 当初领养林子明 就很不情愿 这好端端的领养一个女孩进门 不合常理 于天明拨了一通电话 去查查看 林家那个杨女是什么情况 对就是杨女越详细越好 二十分钟后 调查的信息回来 你猜测的没错啊 刚领回来的那个孩子 是临时夫妻两人的亲生女儿 倒是小婉儿那孩子是报错的 怪不得了 婉儿那个孩子没有与欣欣说实话 说起来这件事坚硬他儿气 正好就拿他来解决两家的麻烦 我想这些人应该对这种稀奇的事感兴趣 尤其是发生在富豪家里 一个生活在平民窟 一个九战却朝顶替了针千斤的位置 不是很精彩吗 这可比电视剧里演的可要精彩多了 老公 你说是吗 就你鬼点子多 若是网上那些人不买账呢 很简单 花些钱雇佣水军引导舆论 将所有人的关注重点转移到这件事上 即使有人还揪着咱们的事不放 也翻不起什么浪花 女儿那边 你去安抚一下 现在心疼了 不过她的确该打 你啊 以后多长电信 妈妈 连你也说我 以后婉儿说什么 你别什么都听 得动动脑子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网络上的风向变了 两家应该出手了 如果你还想持续保持热度 那只能砸钱买水军 不然玩不过对方 不用了 这件事就到此结束 微款我现在掌给你 十几你给我站住 什么事这么吵 婉儿你怎么了 我没事 爸妈 你们不要怪妹妹 是我自己不小心跌倒的 十几 你烦了天了 你打了姐姐 还敢对我动手 在你的眼中 还有没有将我这个母亲放在眼里 你当我是你的女儿 我就当你是我母亲 你不当我是你女儿 你就不是我母亲 你老公你看看她说的什么混账话 混账话 你就听信了她的一面之词 抬手就打 敢问你可以有将我当你的女儿了吗 没有的话 又有什么资格说我 妈真的与妹妹没有关系 是我自己不小心 不要怪妹妹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不好 老公你看看婉儿再看看她 这个丫头不在我们身边生活 养了一身的坏习惯 说谎张口极来 这要是让其他家瞧见 林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了 到底怎么回事 爸爸不要怪妹妹受我的错 石井你说 正如她说的那般 她自己眼神不好 跌了一跤 爸妈你们看我说的是真的吧 妹妹真的没有推我 是我自己不小心跌倒的 你们不要生她的气 向你姐姐道歉 的确是该道歉 不过是她向我道歉 不要急着妈 你还有什么想要说的 石井抬手指向墙上的摄像头 眼瞎就自己去看 妈妈我都说了真的是我自己跌倒的 你怎么就不信呢 好了都别待在这里了 该干嘛干嘛去 这个小贱人真是该死该死该死 盈儿 林婉儿你为什么要骗我们 盈儿你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石井到底是什么身份 你 你是不是听谁说了什么 你自己去网上看 现在估计整个汉城市的人都知道你们林家的事了 挂断电话后 林婉儿慌忙查看最新的资讯 再看到微博以及各大主流媒体上 大肆报道着关于林家真假千金的事 沙内间 星沉入了谷底 一股羞异瞬间蔓延全身 恨不得钻入地洞 也不想面对外人的嘲笑 石井你为什么要回来 为什么要来抢走我的身份 我的东西 第二天 石井吃早饭时 从王妈口中得知林婉儿病了 高烧不退 小姐要不要去看看大小姐 吃完饭再去 石井你还有没有良心 婉儿还生着病 你却能在这里安然的吃早饭 前世我初入学校 被林婉儿的爱慕者戏能 推入河塘高烧不退 那时候的她在哪里 她在陪着林婉儿逛商城 那时候的她 心又何在 她病了 是不是我也要生病才是对的 是不是她死 我也要跟着一起陪葬 你怎么能这么恶毒 婉儿是哪里对不起你 让你如此诅咒她 哪里对不起 林婉儿享受了本该属于她的 亲情温暖幸福 她却承受了林婉儿的受冻癌 被人践踏等等所有的痛苦与磨难 面对这样冷血无情又心忙的母亲 她已经懒得再与她理论了 因为不管她说什么 都是徒劳的 你觉得哪句话是我诅咒她不得好死 那就当我诅咒她好了 只要你开心就好 你 你 你这个没鲜的东西 夫人你误会小姐了 她方才就说了要上楼去看大小姐 王妈你看看她这个样子 是做给谁看呢 她这是怨怪我们怨怪婉儿呢 二小姐您不外怨吗 看着你一口一个腕 事事都以大小姐为主 处处维护她 二小姐心里能舒服吗 二小姐好歹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你这么对她就不觉得过分吗 哎 这血缘关系终究抵不过从小养到大的感情 圣德贵族学校汉城市最富盛名的高等院校 再一次踏入这座学校 石井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亲爱的同学们 我石井又回来了 这一次我一定会好好地陪你们玩艺云 黄艺云好帅啊 好想成为她的女朋友 你别想了 她可是林婉儿的未婚夫 妻 林婉儿又不是林家的女儿 那她就不是黄艺云的未婚妻 你也别忘记了 不是还有一个正牌的林家女儿 那个女人 天呐 千万别 我可是听说了 那个女人一直生活在西郊的窝棚区 那地方出来的女人 给我们家艺云提鞋都不配 听说住在那里的女人都不干净 都是做那种皮肉生意的 你们说林家那位 是不是也是那种人 我看八成市 那个女的 好像今年也会在我们学校读书 一想到与这种不干不净的女生做同学 想想都恶心 说起来林婉儿真是可怜 本来是堂堂的林家大小姐 如今却成了养女 反倒是那种不干不净的女人 成了正牌小姐 有些人就算是穿上了龙袍都不像太子 可惜了婉儿那么好的一个人 却要经历这样残忍的事 真的好心疼她 听着周围人的议论 石井的神色始终如常 甚至都没能激起她半点怒 她明明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到了他们的嘴里 就好像是自己偷来的一样 真是可笑至极 前面的同学 稍等一下 惊喜还真是无处不在 没想到在这里第一个遇见的人 是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好闺女柳依依 那个吃着我的又我的 一直躲在我羽翼之下的好闺女 前世 她在得知林家要将她送给一个冷变态时 费尽心机地逃了出来 找到了柳依 想要让她给自己一笔钱帮她离开 可是这个女人嘴上满口答应 转眼就将自己给卖了 林家来人将她带走时 她还站在一旁流着鳄鱼的眼泪 简而林叔叔林阿姨是你的父母 他们不会害你的 你看你容貌都毁了 他们还帮你找了一个富豪 可见他们还是很疼你的 你让极度蒙蔽了双眼 看不到他们的好 作为子女 怎么能冤怪父母呢 你是我朋友 我不想看到你误入歧途 这就是她从小一起长大的好闺女 在她最无助的时候 狠狠在背后捅上一刀 亲手将她推入深渊 前世她父母生病 住院时的巨额费 全部都是她处的 她在圣德学院里被人欺负 也是她站出来帮她的 在她的语意下 她过得比许多富二代还滋润 锦儿天哪 我真的没想到 在这里能见到你 我听说你被亲生父母接走了 我以为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 没想到还能在这里见的 我真是太开心了 以后我们又是同学 真是太好了 锦儿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 能把你送到圣德学院里来 一定是很厉害吧 她上前想要挽住石井的胳膊 却被石井逼开 锦儿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如果可以的话 我宁愿将这个名额让给你 也不想看到你与我身份 你不要生我的气 好不好 你不去教屋处报到吗 再不去的话 可就要迟到了 我听说圣德学院的规矩很多 要是你第一天就迟到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劝退哦 那我先走了 回头我再来找你 看着离去的柳一 石井悠哉悠哉地前往教屋处 你是怎么回事 有没有一点时间观念 你当我们圣德学院是你家吗 想什么时候来 就什么时候来 主任 对不起 我刚刚迷路了 知道自己方向感不好 就不知道早点过来吗 真是穷酸沟里出来的学生 一点见识都没有 以为圣德学院是你以前 屁大一样的学校吗 对不起 对不起 前世六一一有我 或者可没被王主任好过 从今日开始 就让你体会一下 原本该属于你的生活 石井 那我刚才的狼狈 岂不是都被他看到了 不过他来了 也能替我分担景任的怒火 同学你是 石井 原来是石井同学 快进来快进来 柳一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原本以为石井能帮自己承担怒 哪知道这个主任如此失利 锦儿 你们认识 对啊 我和锦儿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 那以后不要再迟到了知道了吗 我会注意的 王主任我与这位同学 不说 小锦 我们可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 从小到大占我便宜 我记得 你不用特意提醒 你 你怎么能这么说 那都是你自愿帮我的 主任 我很忙 该死的 差点就被这个穷鬼给骗了 我这就叫人来领你过去 十分钟后 石井看着面前 思思文文的年轻男子 眼中有了失忆 在这圣德学院里 要说谁对他最有善意 那就是窦一潮老师 一位对所有的学生都抱有热忱 对这份工作满怀热情 但是在他任教的第三年 被曝光出了丑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谴责与声讨 学校将他辞退 职业生涯就此断送 并且因此背负了巨额债务 直到他毕业多年后 无意中撞见林婉儿 与当初受害女生之间的交谈 才得知当年的真相 就因为窦一潮老师不畏强权 总是帮他 林婉儿他们才做局陷害了他 最后窦一潮在一个雨夜 付了车祸而死 我不杀博人 博人却因我而死 窦老师 只是刚转到你们班的学生石井 有什么不懂啊 你尽管找老师或者找主任 窦一潮映下后 便带着石井离开了办公室 他们一走 办公室里再度传来了 王主任的咆哮声 可以预见 柳一一是被主任骂的狗血灵头 我们不道歉 你能拿我们如否 这位是新来的同学 以后会和大家一同学习 石井 你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石井转身 干净利索地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大字 写完后 随手一丢 粉笔稳稳地进入盒子里 整个过程帅气潇洒 向下面的学生发出一阵口哨声 石井同学 你不说两句吗 不用 足够了 窦一箱没有抢球 环视了教室一拳 最后目光落在了教室最后一排 靠窗的位置 那你就做到 有哪位男同学愿意与石井换座的 不用 那个位置很好 所有人见石井真的在那个位置坐下后 不少人倒吸一口凉气 看向她的目光 有人佩服 有人幸灾乐火 有人抱着看好戏的姿态 这女孩真是出生牛 毒不怕火啊 石井 有什么问题的话 记得和我说 好的老师 好了 诸位同学该收收心 开始学习 同学 你知道你坐的这个位置旁边的人是谁吗 我告诉你 你的同桌可是生的学院里有名的校爸 他爸是汉城市黑道的老大 得罪水可千万不要得罪他 一旦被他盯上你就等着退学吧 男生见他反应平平 眼中满是失望 你就不害怕吗 他有三头六臂吗 男生一愣 随即摇摇头 他长得凶神恶煞吗 男生继续摇头 那我为什么要怕他 男生正住了一时之间无言以对 甚至还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周围不少人一直注意着这边的动静 最后琪琪得出一个结论 新来的同学很特别 隔壁桌的几位女生围了上来 石井 你爸妈是做什么的 林氏集团董事长林嘉诚 我便宜一点 你就是林婉儿的妹妹 姐姐 她配吗 开学前 全校学生都知道了林家真假千金的事 更知道她以前是生活在下三流的西郊窝棚区 他们都对这位遗落在外的真千金很好奇 但万万没想到 她会成为自己的同班同学 方才还热闹地围着实景 转眼功夫 所有人都散去 没想到林婉儿的妹妹会和我同班 真是晦气 我可是听说她再没回林家前 是做那种肮脏生意的 千万别和她靠得太近 指不定她身上有什么脏病 万一被传染可就惨了 刚刚我离她那么近 现在我都觉得全身都脏兮兮的 好想回去洗澡 你们别这么说 人家不一定就做过那种事 切 你别太天真了 一个小姑娘 还长得这么漂亮 独自生活在人员混杂的棚户区 那些人会不动心 就是就是 我靠 她居然是我女神的妹妹 她抢走了我女神的幸福 即使长得再好看 我也讨厌 听说她很好上 有没有兴趣去 长得这么漂亮 又是林家的女人 如果能泡到手 玩几天也是不错的 林婉儿不好泡 泡她妹妹也一样 她们的议论声并没有几乎 声音大到 实景想要装作听不见都不行 前世的时候 她们亦是如此 肆无忌惮 嘲讽 嘀唬 那时候自己不想惹事 不想给大妈忍了 不想让她们觉得自己粗鄙 所以忍了下 这一次 她不会再忍了 现抽的人 就不应该放任她们 那只会让她们 更加得寸近视 死无忌惮 我就站在这里 要试一试吗 这一幕发生得太突然 所有人都惊呆着 实景走到对面聚集的女生群体 刚刚她们冷嘲热讽地说她全身肮脏 做皮肉生意等等 无言会语 不堪入梦 给你们一个机会 道歉 道歉 对你 洗洗睡吧 她是在做白日梦吗 依我看 她是活在梦里 哈哈哈哈 我们不道歉 你能拿我们如何 响亮的巴掌声 清晰地传入到每个人的耳中 这一下 直接把谭静给打蒙了 这个答案可还满意 看着面前的清冷如冰山的少女 谭静心底深处升起了巨蚤 眼前之人的眼神太恐怖了 这样的眼神是她从未见过 见谭静蜷缩起来 不敢直视自己 实景含笑艳艳地看向夜灵几人 夜灵几人面色难看 但敢怒不敢言 他们是万万没想到 这人如此高 以前他们不是没欺负过人 但哪个不是含泪艳想 实景 你这样做 就不怕学院的处分吗 实景直接将手机丢到了她面前 大巴 夜灵几人傻眼了 我只数三声 三声过后 她就是你们的下场 一 二 当实景开头数第三声时 夜灵最先动不住 自己抽了自己一巴掌 其他人自然跟着赵子 在扇完自己巴掌后 夜灵的眼睛里满是屈辱的泪水 这样你满意了吗 进去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们都已经让步了 你还想怎样 过分 在你们说那话的时候 就不过分了 我与你们无冤无仇 本没什么交集 偏偏你们先要招惹我 既然有本事说 那就做好被人打脸的准备 你 实景 你够了 你有必要如此多多逼远吗 我多多逼人 在他们欺负我的时候 就不多多逼人 你这是只许周官放谎 不许百姓点灯了 大家都是同学 有必要这么津津计较吗 同学 我可不敢当 他们在肆无忌惮地羞辱 污蔑我的时候 可有想过我是他们的同学呢 在你依正言辞的时候 可有想过我同样是你的同学 你都未曾想过 凭什么要求我想着 你 面对他的强词夺理 何又明气的满脸通红 己所不欲勿视于人 刀子没戳在你的身上 你可以大意凛然地说忍让 等哪一天你能做到 再来要求别人 否则 请你闭上你那满口仁义得道的嘴 你 你 何又明背对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怎么回事 逗老师 石锦他打人 欺负同学 他才刚来 就梦无法记 一定要严厉处罚他 老师 你看我的脸 老师他太欺负人了 石锦 你怎么说 面前的小姑娘温温柔柔的 真的会有这么凶残吗 他们欺负我 我欺负回去 就是这么简单 至于他们为什么脸红 大概是觉得说了过分的话 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言行不对 自责地自己打自己吧 你怎么能这么无耻 怎么 我说的不对吗 难道不是你自己打自己吗 你无耻 不是你威胁逼迫我们 我们怎么会打自己 同学这话可就不对了 我要是让你们自杀 难道你们就要乖乖地自杀 让你们吃 想你们就吃吗 几人背对的七笑声烟 哑口无言 杜老师 我们都可以把叶灵他们作证 就是他的胁迫 何又明和同学对吗 那你敢说他们做了什么吗 一字一句复述一下 知道你们同学之间情义深厚 但是作为班长 起码良心还得要有 黑心了 可就真的没救了 斗一笑眼神伶俐地扫向叶灵 黄伟几人身上 石井刚刚转来学校 不可能就惹是生非 这些娇生惯养的富二代官二代 是什么样子 我在这教学两年早就领教过了 应该是这些人做了什么 或者说了什么 却被石井给揍了 这些欠仇的家伙 总算是提到铁把 我们说了什么 不就是说了一些实话 难道说实话还不能让说了 你敢做 还怕人说吗 实话 我听说你施交计划 每天放学回家都会去酒店 我还听说你是你母亲 与野男人生的野种 你放屁你血口喷人 什么血口喷人 我说的实话 难道实话还不让人说 既然你都敢做 还怕人说吗 谭靖听的这段熟悉无比的话 被对得穷辞了 好了 你们几个都跟我去办公室一趟 另外通知家长 叫他们来一趟学校 等他们一走 教室里炸锅了 我靠真的没看出来 这个事情这么牛逼 牛逼什么 等会儿不知道怎么哭了 很快这件事从学生的口中传开 转眼的功夫传遍了整个圣德学院 传到了林婉儿的耳中 开始第一天 十几只大声四毛 名声传遍了整个骚扰 事情传到林婉儿这里时 林婉儿一脸担忧 她怎么还是这么冲动 在家里将我的腿弄伤了 我可以不计较 毕竟是姐妹 但是到了学校里 可就没人惯着她了 什么 你的腿是她弄伤的 没有 我没有这么说 婉儿 你不用替她遮眼了 我们都听到了 她不是故意的 只是不小心 你呀你 都被欺负成这样了 还替她说话 那恶毒的女人 就应该给她一点教训 没错 现在她得罪了这么多人 看她如何收场 林董刚刚学校拦了电话 石锦小姐出了事 需要家长去一趟 这点小事 打电话让夫人去处理 秘书连续打了三通电话后 行军晚才终于打通 什么事 夫人二小姐在学校里出了事 需要你过去一趟 将事情处理一下 好我知道了 宝贝 需要我加快速度吗 不用按照你正常速度来 是谁 谁打了我家孩子 是她 是她打了我 谭夫人冲上前台 起手就要了 窦一霄见识不对 挡在了石锦的面前 趴着一巴掌 重重地落在了窦一霄的领上 你在谈护她 作为老师 你不主持公导 还谈护这种 没有教养的学生 这就是你们 盛的学校的教育吗 谭夫人真是好教养 一见面就打人 这教养真够好 不知道的还以为 谭家不是作证经生意的 而是混社会 收取保护费的 地痞流氓公司 小丫头嘴皮子倒是利索 我告诉你 这件事我们谭家和你没完 我女儿一直教养着长大 我自己都舍不得 动一根手指头 到了这里 却被你给欺负了 你还有学校 今日不给我一个说法 我绝对不会善罢甘兽 谭家有钱 请律师告就行 不用在这里威胁人 你父母是谁 怎么还没来 我倒是要问问 你父母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15888 什么 你不是要问我父母的吗 这是我父亲的电话 你可以亲自打电话过去 讨好为疑问 很快 叶琳等人父母相继赶到 唯独石井的家长不见人影 她父母呢 有没有打过电话 你的父母呢 这位女士已经在联系我父亲 相信她很快就会来了 她母连续拨打了 林嘉诚几个电话 但一直是无人接听众 直到她快要发飙的时候 电话终于接通 为哪位 你女儿打漏我的女儿 这件事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我告诉你 你不给我解决 这件事没完 这位女士请冷静一下 我夫人已经过去处理 来个屁 我们所有人都到了 就你们家没到 你们还要我们等到什么时候 你们忙 我们难道不忙吗 我现在就过来 办公室内的几家人 见到谭夫人泼泼骂街的女儿 都下意识远离她 谭家在汉城市都排不上号 顶多算是爆发户 有点钱 半个小时后 林嘉诚匆匆的 一进入办公室 正等着国奈凡的家长 再看到是林嘉诚时 面上的国奈凡立马消失 换上了殷勤的笑容 哎呦 林董事长好久不见 其他家长纷纷上前 也是热情无比 石井冷眼地看着这鹰 他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的节目 前世的自己之所以 谨小慎微 懦弱人啊 全都是被秦军婉教育得太好 才导致这些人蹬鼻子上 豆老师 给你添麻烦了 不知道我女儿 与几位同学之间 闹的什么矛盾 什么矛盾 不是明白着吗 你们女儿将我们的儿女给打了 这件事 无论如何你都要给个说法 林嘉诚打量了夜灵几人 没事人一样沉声道 小锦和同学们道歉 你都不问问他们做了什么 就让我道歉 法官给人判刑还讲证据呢 不管什么原因 动手打人就是不对 我无父无母的时候 都没有让自己受委屈 现在有了父母 反而要受委屈了 这话就差没指着他的鼻子说 我要你们有什么用 你 林嘉诚既尴尴尬又生气 林总消消气 这都是小孩子之间的玩闹 不打紧的 不要为难孩子 是啊 这件事我们家院 林也有不对的地方 不能怪小姐 谭夫人见所有人都不追究了 就她一个人追究的话 只不定会被人记恨上 只能生生憋着 你们不追究 但我要追究 这是我来圣德学院的第一天 也是刚到班上的第一天 我还没认权在场的同学 这些人就迫不及待地 联合起来欺负我 你们作为孩子的父母 是不是该给我和林嘉一个交代 林嘉虽然不是四九成的八大家族 但也不是你们说欺负就欺负的吧 还是说你们对我们林嘉有什么意见 事先与他们说好 弄出了这么一场 几大家长气气惊呆 林嘉诚确实露出了沉思之色 眯着眼打量着几位家长 石井手指着黄伟 你的儿子就差当着我的面说要泡我 泡到我之后可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很自豪地说 能玩弄林嘉的千金小姐多刺激 黄伟的父亲脸色刷得一下变 混账东西 看我回去后 怎么收拾你 石井又指向谭靖夜灵几人 你们天真无邪 有涵养有家教的好女儿 在那里造谣 我是记你有脏病 每日如何如何伺候男人 好似青年所见一般 泽泽 这就是上流社会教出来的好教养 林嘉诚脸都黑透 你说了没 谭靖支支吾吾地不敢吱声 这表情这神态 已经不用说也能猜到 你都学了什么东西 说的那是人话吗 谭靖很生气 但不敢反驳 她太讨厌自己的母亲了 没文化没涵养 跟个泼妇一样 小锦阿姨替夜灵向你道歉 回去后我一定会好好教训她 大姨不用如此 你没错不用道歉 要道歉也应该是犯错者 而不是你 我家这小子 嘴巴没个正经的 是他唐突了 道歉 黄伟耿着脖子 狠狠地说了声对不起 谭夫人看向谭靖 去道歉 你是不是我妈 你女儿被人打了 你还让我像打人的人道歉 你还有脸霜 你不去招惹人 人家会打你吗 谭靖气的眼泪速速落下 一脸不服气地对着石井 对不起 这下你满意了吗 叶玲也在叶母的催促下 不情不愿地上前道歉 林嘉诚的脸色稍稍好看了一些 诸位家长又是在她的面前一阵之前 没事 没事 小孩子之间打得闹闹得很正常 这件事说起来 我们家小锦也有不对 小姐 你也应该向他们道歉 石井冷哼一声 直接甩头就走 想让她道歉 做梦 林嘉诚脸上的笑容都僵住了 但很快恢复正常 真是抱歉 小姐一直还在生着我们的气 到现在还没原谅我们 理解理解 关于石井打了同班同学的事情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发酵后 全校皆知 所有人都在等着 等着看石井的效果 可惜 最后的结果让很多人大跌眼睛 你们猜我看到谁来了 林婉儿的爸爸来了 我的天大火没记错的话 林婉儿的家长会 一直都是妈妈过来参加 爸爸从来没有出现过 更别说来解决问题 没错 林嘉诚那么忙 怎么可能有空 天天这次来处理石井的事 就是他 你们说 这是不是就是亲生女儿 和非亲生女儿的区别 刚刚我看到林嘉诚与石井 一道坐车走了 居然没带上林婉儿 林婉儿听着一顿声 脸色变得很难看 你们说什么呢 再让我听到你们背后 说婉儿的坏话 小心我拔了你们的舌头 欣欣算了 这些人就是欠收拾 爸爸喜欢他是正常 毕竟 我不是林家的女儿 林叔叔怎么能这样偏心 我真是看不下去了 你好歹叫了他这么多年的爸爸 难道还比不上那点血缘 一直没有说话的书赢有些愧疚 之前因为林婉儿的误导还挺埋怨他 但看到婉儿先被抢走房间 后又被石井弄伤了头 如今又亲眼看到林叔叔故事婉儿 觉得婉儿真是可怜 你们在这里抱怨有什么用 想个办法让他在学校里混不下去才行 小颖你说的没错 你是不是有了什么好主意 快和我们说说 这个还不简单 他现在得罪了他们班不少人 我们大可联系他们 让他们动手就是 这样不好吧 婉儿你真是太善良了 他都这么对你了 你还要替他着想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你要是一直放任着他 只不定他要到你头上拉屎 放心不会有什么事 你给我站住 有什么事 什么事你说什么事 你第一天到学校就惹是生非 你想干什么 你去学校是读书 不是让你打架生事 他们不来招惹我 我自然不会招惹他们 如果我今日忍下这口气 那么来日他们只会觉得我更好欺负 我是林家的女儿 林家若是连保护女儿都做不到 那么丢人不仅仅是我 还有林家的脸面 听到他这么一分析 还真是如此 那锦家也不是什么富豪 都是三流开外的家族 实锦是我的女儿 没必要忍气吞声 没急她是我上楼休息呢 次日 林婉儿提早了半个小时起床 直接让司机开车走 王妈在后面急得多急 婉儿小姐怎么提前那么多 她走了 那时锦小姐怎么办 别墅趋势再办山腰 从山上到下山没有车子 走路起码需要四十分钟 才能到山脚下 而从山脚下到车站 还得走二十分钟的路程 车子更是半个小时一般 这一番折腾下来 等到时锦小姐到学校 恐怕得要十点以后了 石锦小姐刚刚转校过来 第二天就迟到 给人的影响可就不好 等石锦吃过饭要走时 才知道林婉儿早就走 十五分钟前 小王送大小姐去学校了 那个要不我骑点平车 带你下山 不用了 林婉儿真是一点都不放过 整我的机会 不过 注定要让你失望了 五分钟后 一辆绿色的停车呼唆使出 等王妈回过神来 暗叫一声糟糕 那辆跑车可是 大少爷最喜欢的跑车 平日里就宝贝得很 如今就这么被二小姐开走 要是让大少爷知道 可要发飙了 这是谁啊 好漂亮的跑车 开车的人是谁 该不会是 天不怕地不怕的那位吧 只有他才敢这么大胆 把车开进学校 当林婉儿看到 从车上下来的石锦后 先是脸色微变 旋即露出一抹诡异的笑 你可真大胆 敢用大哥的东西 这辆跑车 我都不敢碰 你居然碰了 真是找死 林婉儿悄悄地拍了一张照片 随后发给了 远在国外的林子敏 林叔叔真是太偏心了 他才刚回来 就给买这么贵的跑车 这款车可是限量版 价值不菲 林叔叔可真是说的 看他那的一样 真想撕烂他的嘴脸 婉儿 你不要生气 这种小人得志的人 注定会被人厌弃的 他现在出风头 等会儿就让他出个够 我听说杨紫义 要为叶林出头 杨紫义这个人最损 不知道会怎么整他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石锦来了快泼 人呢 他人呢 刚刚人明明走到这了 怎么突然就没了 难道刚才我们眼花了 他人进教室了 该死的让他躲过了 你个废物 倒个水都倒不准 世皇伟报信不准 他报戏池了 我分明看到他走到 跟前了才报的 明明是你动作慢 让他逃过一劫 明明是你说的太晚了 你应该在他上台阶之前 告诉我 你不知道水落下 是需要时间吗 都给我闭嘴 幸亏老子有后手 不然这次出球的 就是我们 我们信誓旦旦的 放出消息要找他 若是没整成功 我杨紫义的脸 往哪里搁 还是老大想的周到 走 看戏去 什么情况 杨紫义他们没有动手吗 该不会是杨紫义 见石巾长得漂亮 所以心软了吧 不急 还有好戏呢 卧槽 这也太豪横了 他怎么一点都不害怕 杨紫义等人手中 拿着手机 准备将石巾下的 屁滚尿流的球样 记录下来 上传到校网上 哪知道石巾 居然徒手抓蛇 杨哥现在怎么办 他好像不怕蛇 这样子都整不到他 我就不信邪了 怎么感觉有点冷嗖嗖的 石巾你要做什么 石巾你疯了 将他的水枪抢过来 你这个疯女人 出手 那不是杨紫义吗 前面听说杨紫义整人 怎么变成他被人修理了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杨紫义如此狼狈 众人看着被戏耍的杨紫义 看得津津有味 尤其是曾经那些被杨紫义欺负过的同学 眼中满是痛快与兴奋 杨紫义真惨 看着这一幕 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 痛打落水狗 这艘操作让小生佩服 没想到杨紫义也有惊天 这人平日里经常欺负那些书呆子 今日可算是遭报应了 他这次是踢到了铁板 这个心转来的是个狠角色啊 杨紫义听到周围人的嘲笑声 心中休脑不已 但更多的是恨 对石井的恨意 今日他让自己丢面出了仇 两人的梁子算是彻底的结下 好玩吗 好玩你 你们在干什么将水关了 主任 你要为我主持公道 你都看到了吧 这种品行恶劣的下等人 就不应该留在圣德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石井掏出一条蛇 直接扔到了杨紫义身体 杨紫义吓得连连到腿 这条蛇楼到口那一滩墨水 就是原因 你那是污蔑 你有证据吗 我与你无缘无仇 为什么要针对你 反倒是你就像是一条疯狗一样 无缘无故发疯咬人 主任你们看看 这个人不仅恶人先告状 还信口辞黄 这样的人 我们圣德绝对不能留 应该立刻 马上将他赶出去 石井压根没有与他废口舌 而是走到黄伟身边 东西给我 什么东西 你口袋里的东西 我口袋里有什么东西 不要装了 没必要了 什么装 什么没必要 石井直接伸手 从他的兜里掏出一支录音笔 在看到录音笔时 黄伟的脸都绿 杨紫义几人震怒地看着他 石井摁下播放键 属于杨紫义几人的声音 清晰地从录音笔内传出 杨哥我们快点离开 我担心他去告状 万一王主任追究起来不好交代 怕什么他有证据吗 那些人有谁敢站出来给他作证 说贼拿脏 可不是他上下碰一碰嘴皮子就能定罪 哈哈那我们就在这里等着他 到时候反咬一口说他污蔑我们 他提侦地挑死蛇过去 大概是想让他帮忙作证 几人猖狂的笑声 从录音笔内高亢地传出 黄伟见杨紫义投射而来的 阴侧侧目光 吓得双腿发颤 不是这样的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 不是我们想象出的那样 那是什么呀 你这叛徒 钱没泼水失后 我就说嘛 你故意保持了 不是的不是的 黄伟欲哭无泪 他是真的不知道 那只录音笔怎么会出现在他的口袋里 这就是证据正如杨同学说的那样 像这种恶人先告状信口雌黄 这等品行低劣的人就应该赶出圣德 这件事是杨紫义的不对 但是你可以告诉老师 学校自会处理它 但你直接用水枪扫射同学 将楼当内弄成这样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不觉得学校能对他做出公平公正的处罚 毕竟杨主任与杨紫义是估值关系 你 刚刚我从周围的同学们口中得知 这位杨同学平日里可没少欺负人 可瞧瞧咱们这杨公子 还能如此似无忌惮 但给我设陷阱 整骨我 可见那些处罚对他而言不痛不痒 作为老师 作为学校 什么最重要 不是所谓的成绩 不是什么升学率 而是教他们如何做人 欲才先欲人 这么简单的道理 杨主任不会不懂吧 今日他只是用菜花蛇来整骨人 下次是不是毒蛇来整人 如果我不狠狠教训他 让他知道痛 那么他永远都不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我不是在整他 而是在教他做人 是在挽救他未来 不让他误入歧途 杨主任 你不用太感谢我 杨主任背对的颜面尽失 面色很是难看 杨紫义整骨同学在前 实景反击在后 双方都有错 互相道歉一下 这件事就算过了 道歉 我杨紫义的字典里就没有道歉这个词 今日我李的面子算是丢尽了 现在还要让我道歉做梦 杨紫义 你有错在先 你先向实景同学道歉 开除我 我也不会道歉 想要我道歉 等下辈子吧 说完后 杨紫义傲气地转身就走 杨副主任你看 就这样品行恶劣的学生 盛德留着指挥败坏名声 站在学院的角度 我由衷地希望好好教育教育这种学生 姑息 只会害了她 杨平气笑了 她当主任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被一个学生教训 你很好 这个丫头看着柔柔弱弱 骨子里却是横得很啊 以后不许再这样了 好的王主任 过曹 她来了 今天太阳打从西边出来了 她居然这么早就来了 有人要倒霉咯 众人目光纷纷落到石井身上 眼中带着幸灾乐火 谈尽眼底闪烁着兴奋 期待着她能快点 一群不良少年 浑身带着脾气进了教室 为首之人就是圣德学院里最大的刺头 上到校长 下到教职工 对她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要这群人不惹事 什么都好说 叶霄 快点叫那个女人丢出窗外 喂 你坐了我的位置 那才是你的位置 喂 你现在坐的位置也是我们大哥的 她是长了三头六臂 还是有两个屁股两个脑袋 需要用两个位置才能装下她 这两人要是对上 这就是只怕要被她凉拆了吧 好兴奋 好激动 多久没看到过 谁敢这么对叶霄说话了 当初对她这么说话的人 都进了ICU 至今都还没从医院里出来 你要做就做 不做出去 别妨碍我学习 叶霄身后的小弟们 拳头捏得搁直行 准备冲上前 娇娇着女人如何做人 叶霄抬手 制止了身后的人 随后坐在了石井旁边 为什么 为什么叶霄没有对她动爽 若说是因为她是女的 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叶霄走人可不分男女 更是对女生无感 就连对她表白的女生 她都毫不客气地丢进了湖里 这一次石井的挑衅 她居然没有顿目 叶霄看着身边的少女 五官精致 皮肤白皙 那双眸子更是像装满了璀璨心魂 这是她见过的女生当中 皮肤最好的 好到让她有种想要摸一摸的冲动 叶霄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手永远比脑子来得快 但还没碰到 就被石井抬手挡住 石井转头 眼神不善地盯着叶霄 众人看到叶霄似乎是对石井动手 看戏的心情再次调动起来 叶霄手指快速地掠过石井脸颊 不错 细腻光滑比想象中的好 石井没有理会她 细续埋头看书 中午放学 叶霄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石井身后 你们听说了吗 她就是坐在叶霄身边的那个女的 叶霄没将她赶走吗 好像没有 那个女的是什么身份 林家大小姐呗 就是刚认回来的那位 听说她早上把杨自衣给整了 整得可狼狈了 就是有点可惜 叶霄没把她都扶里 叶霄听着那些议论 目不转睛地跟在石井身后 石井刚一进入食堂 就看到柳依依被几个人围堵在那里 你有没有搞错 说好了警客却没钱 你这是在故意耍我们玩吗 没钱就不要装什么大款 穷不可怕 可怕的事还没自知之明 前头还一脸信誓旦旦地说有钱 没想到 瑟瑟 这牛皮都吹上了天 柳依依被他们说得面红而视 她哪里知道这里的菜这么贵 一道菜可以抵她半个月的生活费 她只是想要融入他们当中 没想到代价这么大 在她不知如何是好时 正好瞥见了走进餐厅的石井 小姐 那个人是谁 她认识的人 自然是她那个圈子里的穷人 你有带卡吗 我今天身上的钱不够 你能帮我垫付一下吗 钱是我帮她垫付过无数次 但从来没见她还椅子 有卡 可算是有救了 喂 你卡里的钱够吗 别到时候于柳依依一个样 余额不足 这里吃饭可是很贵的 你确定你付得起钱吗 石井是林家大小姐她有钱的 林家大小姐 你咋不说你是夜宵的女朋友呢 夏宇你还真别说 她真就是林家大小姐 狄亲狄亲的那种哦 小姐卡给我吧 今天我请客 你想吃什么随便点 随便点 真是有意思 用我的钱请她吃饭 以前怎么就没发现 柳依依的脸皮有这么好 能这么无耻 我和你不说 让开 你们挡着到了 这位同学二楼是专攻区 你的卡不能上二楼 刚刚上去的是我朋友 我和他是一起的 你可以叫那位同学下来带你上楼 些我还以为是好朋友 没想到人家呀 跟与他不熟 看到人家发达了 这是眼巴巴的贴上去了 可惜人家不撩你 要我是林家大小姐 也不会再和这种穷鬼做朋友 他还想和我们做朋友 真是不自量力 没有我和小姐 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现在会变成这样 一个月前我们还都是好姐妹 他委屈地流下泪 周围的同学立马品出了声音 感情这事变成林家大小姐后 不屑与柳依依这种人玩 不认好朋友了 正当这时 夜宵等人朝着这边走来 下雨几人再看到他来了 纷纷退捧 柳依依看着气质浊然的少年 一步一步 与自己越来越近 心跳随之加快 他是来替我解围的吗 柳依依心头一紧 目光紧盯着夜宵 脸颊上染上了红蕴 夜宵看着面前一脸花痴的女生 一脸厌恶 让开 柳依依正 眼睛睁得大大的 喂 没听到我大哥让你走开吗 你挡着路了 他要是再不让开 一哥可是要动手的 柳依依知道自己误会 又羞又闹 恨不得当场找个地洞钻进去 瑟瑟真可怜交友不善啊 姚女很不错 吉恩生三人脸色瞬间一变 林婉儿的脸色更是变得难看 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这是在挑衅吗 在嘲笑我们与羊女做朋友吗 婉儿 我没有嘲笑你的意思 我知道 她那一句话 似乎是一由所指 总觉得她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恩生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不可以 我绝对不能让更多的人知晓 我曾经造谣时解释羊女的事 你们不要生她的气 我妹妹的脾气就是这样 她其实没有什么恶意 婉儿 你真是好说话 她都那样嘲笑你 你还帮着她说话 你这样不行 这样只会让她得寸进去 卓然 你不是说 想到法子替婉儿出气了吗 快说说是什么法子 在没看到石井之前 林卓然还能毫无顾忌 但看到是这么漂亮的女生后 有些犹豫 卓然 你该不会因为她长得好看 就不帮婉儿了吧 婉儿可是我们从小到大的好朋友 卓然 你如果真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可要与你绝交了 我去了主任办公室 正好看到这次特招生成绩单 你们猜我看到了谁 该不会有她吧 没错 她的成绩 逼她糊涂 一言难尽 总分650个卷子 她只考了280分 难道漂亮的女人智商都不怎么好吗 一桌子的人发出了轰然的大笑声 重重的声响 盖过了笑声 所有人的目光 默默地转向夜宵那边 愁死了 冷冷淡淡的三个字 让餐厅内瞬间安静下来 田米尔等人立马闭上了嘴 不敢再发出笑声 石井对眼前一切仿若未闻 安安静静地享用着美食 不在乎那边为何发笑 更不关心夜宵的发怒 夜宵视线落在石井身上 刚刚大军说话的声音那么大 他不可能没有听见 这些人肆无忌惮地嘲笑他 你懂没有 老大为何一直盯着那个女生菜啊 夜哥 你这同桌很有个性呀 石井吃过饭 路过林瓦那桌时 停下了脚步 屁腻着在座所有人 一群废物 你说什么 有本事再说一遍 真惨不但费 连耳朵都不好使 谁才是废物 你一个考了二百八十的人 有什么资格说别人是废物 我再差也能考个三四百 我这样算废物 你呢 你这样算什么 算是垃圾吗 不对 说你是垃圾 那都是抬举你 你就是连垃圾都不如 一群废物对着别人说垃圾都不如 你们是不是太看得起自己了 一个从品名窟里闯进来的穷鬼 有什么资格说 分声 好了 别再说了 石井见识少 不知道深浅 以为自己靠二百八十分很高 你干嘛要戳穿人家的美梦 不如这样吧 咱们来玩个游戏 我听主任说 下周会来个摩迪考 咱们用事实说话不是很好吗 成绩一出来 谁是废物一目了然 这样很好很公平 如果石井不敢的话 大家也别为难他 毕竟小地方出来的人 水瓶就在那里 大家多多谅解 蓝朵朵的提议输赢了激将 不管是哪个都让石井不得不往他们圈好的套路算 不管石井答不答应 这一局他们都赢了 小井你别冲动 虽然这提议有点哦 但既然你们想要玩 那不如玩一个大的如何 你说 说你们是废物你们还不承认 这要好了 我与你们所有人比一饼 如果你们几人当中有人的总分超过我 就算我输 当然比赛若是没什么讲法很无趣 输掉的一方 承包整栋教学楼内的所有厕所 记住必须是自己亲手打扫 不能请任何人帮忙 你们敢吗 有什么不敢 我们就叛逆 输掉后 你一个人打扫不过来 如果我们赢了的话 你今日开过来的跑车归我们所有 那可是哥哥最喜欢的限量版跑车 小井你最好别搜 可以 你们有好处 可我没半分好处 你想要什么 我要的很简单 你们所有人按照我的要求 沿着学校的操场跑50圈干嘛 有什么不敢 就是你 输的时候 别哭彼此 我们可是会监督你 一项一项完成 很好 继续保持住这种自信 最后两方拿来执笔 签下了各自的名字 唯独林婉儿一人没有动 林婉儿签吧 我过 你别逼婉儿 婉儿给你面子 你别不知好歹 面子 不需要 婉儿你签吧 别再维护这种人 林婉儿在众人的逼迫下 最终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在他们签下对赌协议后 不到五分钟 视频便传到了校园 往全校街之 一个考了280分的人 居然还与人对赌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我已经在期待着 林家大小姐扫厕所了 你们说那份成绩单 卓然会不会看错了 怎么可能 卓然眼睛在瞎 总不至于将580分 看成了280分 婉儿 你不用担心 她只是嘴硬罢了 就像以前那叫许仙儿的 明明就是一个渣渣 却傲得不行 想知道石井几斤几两重 去问问柳依依不就得了 柳依依 你以为你逃走了 餐厅里的事就这么散了吗 对不起 我错了 你说一声对不起 就能弥补我们的损失吗 我 我会赔偿的 这还差不多 但是你必须要在一个月内还清 不然你以后别想在这里混 我们有的是办法将你赶出圣德学院 等夏宇几人刚走 几人生四人便又将柳依堵在了墙角 柳依心里涌起了一股愤恨 这恨意不是冲着夏宇 更不是冲着林婉儿四人 而是冲着石井 如果石井愿意帮我付钱 愿意与我站在一起 夏宇这些人又怎么敢这么对我 说到底都是石井的错 都是因为他 我才会被夏宇他们欺负 听说你是石井的好朋友 你不用担心 我们只是来找你打听一点事情 不会对你怎么样 喂 别把我们和夏宇那群夏等人混为一谈 夏等人 如果夏宇在他们的眼里是夏等人 那我又算什么 我和小锦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以前是好朋友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现在居然于千里之外 还能是为什么 有钱了就不想和你这种穷酸在一起了呗 说白了 就是是李妍 没什么人情味的人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 你也是从西郊的棚户区出来的 柳一正想要点头 但注意到四人眼中的嫌弃升级了 立马否认 不是 我是住在隔壁的区域 恰好读同一个学校 还是同班同中 也就是说你很了解石井了 柳一点头 和我们说说 石井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 成绩如何 还有私生活如何 不要骗我们 事后一旦让我们发现你骗人 你不会想知道后果的 石井经常和社会外面的小昏昏在一起 经常与人打架 听说以前与社会外面的人有过孩子 有多胎了 林婉儿四人惊得瞪大了眼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也不清楚 但是那时候所有人都在说 且说的有鼻子有眼睛 想来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那个时候 经常有社会上的人 在学校门口接她走 于欣欣几人对视了一眼 眼中满是兴奋之色 那她的成绩如何 她好像和你一起参加了我们圣德学院的考试 成绩一般不是很好 没你什么事了 你可以走了 柳依心里恨 但丝毫不敢表露出来 这里的人 她一个都得罪不起 嘖嘖 我真是没有想到 她的人生如此精彩 这么精彩的人生 若是不让更多人知道 岂不是可惜 你们说呢 几恩生直接用匿名 在网上曝光了石井以前的光辉事迹 天由加速一番 直接将石井塑造成了一个不知检点 人静可夫的女人 当时紧走进教室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她身上 眼中带着毫不掩饰的鼻翼嫌弃 石井直接站在了谭静面前 你想干什么 嘴巴再不干净 我会忍不住亲自帮你洗一洗 冷力的眼神环视室内一圈 你们也一样 岳哥 你说她是不是脑子缺根弦 校园网上的事都快传遍了整个学校 她怎么还能看得尽书 老大 你说网上说的那些事是真的吗 你们两个蠢货 胡心与小北一头雾水 老大为啥就生气了 下午上课时分 一名精英犯十足的男子走进了教室 你好 我是新瑞律师事务所的张律师 请问吉恩生同学在吗 在的 吉恩生你出去一下 你好 吉恩生同学 我是石井女士的代理律师 关于你在网络上散布谣言 涉嫌诽谤 造谣我当事人一事 现已正式走私法程序 我们现在以文件与口头的方式通知你 你说什么 石井那个女人居然会找律师起诉我 这种事情我也不是第一次干了 最后的结果都是不了了之 谁他们会去找律师告上法庭啊 我没听错吧 石井找律师起诉吉恩生了 那校园网上的匿名贴就是吉恩生发的了 吉恩生这是为了给林婉儿出气 所以故意抹黑石井 对方敢起诉速度且这么快 可见是被气狠了 吉恩生未免也太毒了吧 什么怀孕堕胎 私生活混乱 这种传言对一个女生而言 可是致命的打击 你们说之前传闻石井是做那个的 不干净的事 是不是也是他们做的 我怀疑啊有可能是林婉儿极度石井 所以故意让吉恩生他们出头在背后使坏 如果我是林婉儿我也恨石井 他会这么做很正常 律师一出消息立马传遍了学校 同时关于石井不好的传言慢慢的消退 反观林婉儿这边却采了大坑 非但没有得到半分好 反而让人开始怀疑她 背后说林婉儿闲话的人越来越多 以前林婉儿可是圣德学院里的四大女神之一 谁敢在背后说她的闲话 现在被打破了 石井你出来一下 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吧 你将起诉给撤销了 你是在命令我吗 石井我知道你恨我 你有什么气可以冲着我来 但是请你不要伤害我的朋友 他们都是无辜的 真是好熟悉的味道 好熟悉的配方 但你说的没错 他们是真的好无辜 无辜受到你的牵连 无辜的被你当枪使 无辜的一次次针对我 哇哟 真是好无辜啊 石井生情并茂地演绎着无辜 那惊叹的语气十足地讽刺 周围的人碍于林婉儿的护花使者 不敢笑出声 但是一道吃笑声 从夜宵嘴里发了出来 林婉儿面色胀红 但不敢记恨夜宵 只能将这一笔账算到石井的头上 你为什么总是这样 你已经抢走了爸爸妈妈 已经抢走了我的房间 我所有的一切 你为什么还要对我的朋友出手 你是想要我变得一无所有 让我成为孤家寡人 是吗 如果你真想这样 我可以与他们保持距离 不再与他们交往 只求你撤销对恩生的起诉 周围的同学在听到她的话后 眼神都有病 一个为了好朋友 不惜放弃一切的人 让人莫名感动 好一段感人肺腑的宣言 说得我都有点感动了 石井你有什么事冲着我来 你就算要我这条命我也给你 只求你不要伤害我身边的人 喂 你捅人一刀 说两句话 就让人无条件原谅 凭什么 凭什么你伤害了人 委屈巴巴的说两句 就可以不用负责 这未免太过分了 凭人家是天闲 是女神 脸比较大 周围的同学 再也忍不住了一个不笑出声 凌婉又羞又猛 这两人一唱一课 诚心让她下不来台 石井 你不要太过分了 自从你来了凌家后 就一直欺负她 你已经抢走了她的爸爸妈妈 你抢走了她一切的东西 你怎么还不满足 也不怕撑死你 你处处针对婉 在家里故意弄伤她 来到学校 你还不知道收敛 你这人怎么如此黑心 果然是生活在臭水沟里的人 没教养 说完了吗 说完了该轮到我说了 首先父母本来就是我的 他拥有的一切东西 本来也都属于我的 他享受了我十几年人生 难道我还得感谢他不成 我要回我的东西 难道我还得对他说一声对不起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他吧 是他偷走了我的身份 偷来了荣华富贵 难道他不应该对我说一声对不起吗 是啊 该同情的人不应该是石井吗 毕竟他才是最惨的那个人 冰婉儿你自己指着天 摸着自己的心口处问问 到底谁对不起谁 谁欺负谁 从我回家的第一天 就故意挤对我 故意设计陷害我 故意让你的好友针对我 需要我一一向所有人说一遍事情的经过吗 咱们先不说以前的事 就今日发生的事来说 餐厅里的事 是不是你们先挑衅再先 如果我不应战 只怕现在被你们黑出箱了吧 即使我应战了 依旧逃不过你们的手段 你们故意在网络上发布那些不实消息 诋毁我的名声 现在又跑到我这里来装无辜 装可怜 在你们嘴里 我就像是逼着你们迫害我一样 请问 你们的脸呢 是啊 从头到尾 都是林婉儿 他们在故意针对石锦 现在跑过来质问 还摆出一副受害人的模样 着实让人反畏 林婉儿也太恶心了 本人先告状自己处处针对别人 还有脸说他们被人欺负 到底谁欺负谁啊 这是什么女神 分明就是蛇妾 石锦真可怜 林婉儿享受了她的人生 现在还要被她这么欺负 真对 陷害 真惨啊 鸡根生这些人真够蠢的 林婉儿又不是林家大小姐 还霸解着她干什么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 有些人当舔狗当习惯了 一时之间改不了呗 你们说谁是舔狗 他们说的没错 你不就是舔狗吗 是叶浅 难道她和石锦认识 叶浅和叶霄 他们该不会是兄妹吧 想什么呢 叶浅是帝都叶家人 叶霄的家世 在她面前就是一个渣渣 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 叶浅你别太过分了 我再过分 可没你们这么不要脸 我从你们的身上 嗅到了一股骚味 叶浅你怎么骂人 我们可没得罪过你 你们倒打一耙的这骚操作 难道还不够骚吗 叶 上课的铃声响起 林婉儿四人在众人的注视下 只能狼狈地离开 你就是林家刚领回来的女儿 长得不错 林家赚大发了 婉儿你怎么了 是不是谁欺负你了 妈妈 为什么你不是我的亲妈妈 是不是有人在背后说弦话了 是不是石锦欺负你了 不 不是妈妈 你不要怪妹妹 是我自己的错 我就不应该待在这里让妹妹不高兴 她对你做了什么 林婉儿摇头否认 在秦军婉的再三追问下 林婉儿终于无奈地道出事情 恩生是我的朋友 她 她将我的朋友告上了法庭 恩生是有错 但是那点小事也不至于如此 我想让她退一步 可 可是 她却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对 对我 我林婉儿长这么大 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么丢人过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看着我的眼神 没有以前的欺慕与崇拜 有的也只是嘲笑秦冯与秉事 这一切都是因为石锦 她得到了 毁掉了我的生活 毁掉了我的一切 不哭不哭 妈妈给你做主 石锦你今日在学校里做了什么 没什么 你不仅满口谎话 还没有教养 季家与我们林家是合作关系 季伯伯是你爸爸的朋友 你怎么可以为了那么一点点小事就起诉人家 这以后让你爸爸如何见季伯伯 什么起诉 老公小锦与林生那小丫头起了一点冲突 小锦这丫头不知轻重的直接起诉了她 你说一点小事就对不公堂像什么话 你起诉了安商 我的好母亲与林婉儿可真相 永远都是淡化重点 不动声色的扭曲事实 往亲生也要身上泡脏水 对 起诉了 撤销了 我不会撤销 你这孩子怎么不听爸爸的话 你爸爸让你撤销了难道还会害你不成 不要耍小杏子听话 你难道不关心一下原因 不管是什么原因 我让你撤就撤 小孩子家家能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 需要对补公堂 我的便宜父亲永远都是如此的独断专行 从来不为缘由 只凭自己的意愿 从不考虑我是否会因此而受到伤罪 真是自私到了极点 我撤了 林家的脸面就没了 你确定要撤吗 什么意思 吉恩生在网络上散布谣言 逼毁我私生活混乱 怀孕堕胎等等负面消息 我是林家的一份子 我没了名声不要紧 但是林家的脸面可就要被人踩在脚下 成为众人议论 嘲笑的对象 想要堵住所有人的嘴 你发布声明没有任何的作用 唯一最有效的法子 就是拿起法律武器 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这不仅可以成功堵住所有人的嘴 同时 又能杜绝以后有人再拿这种方式来诋毁临时 我虽然不懂商业上的事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一个企业若是有了污点 以后想要更进一步会比其他企业更难 企业的名声很重要 我曾在一本杂志上 看到过一篇报道 上面说的是一家百年的企业 因为下面的子孙不断曝光出各种各样的丑闻 导致公司的市值蒸发上百亿 家族企业从龙头老大 逐渐变成了老三 老四 慢慢地走向末路 当初 在事情发生时 企业的上层并不重视 以为只是小事情 压一压 或者声明一下就行 纵然当时看上去没有任何的损失 其实已为日后埋下了危险的种子 林嘉诚陷入了沉思 小事情哪里会有你说的这么严重 你这是小题大做了 这不是小事 小孩子家家的事情 能有什么严重的 小锦 你想太多了 我是否想多没关系 但林嘉诚一定会多想 即使 最终的结果撤销起司 但我的目的也达成了 只等着以后他慢慢地发芽 着重成长 等到那个时候 林瓦也好 还是林子敏也罢 通通都可以下地医 因为这点事就起诉 未免会让人觉得小题大做 但是不能放纵着 只能另外想法子解决 你那边先撤诉 明日我让季家那丫头与你道歉 可以 但是我觉得 他得当着全校师生的面道前 毕竟起诉又撤销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咱们心虚了 真有那样的事 我会与你挤伯伯说清楚 真的吗 他同意撤诉了 恩已经同意了 以后有什么事告诉妈妈妈妈给你做主 等秦军婉一离开 林瓦就将这个好消息发到了群里 杰恩生在收到消息后正得意着 继父圣冷着连走了进来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那种事了 爸爸 你说什么 你做了什么 你自己不知道吗 那是事实 他敢做 我有什么不敢说的 做的人都不害臊 我怕什么 就算他真做过那些事 也轮不到你去网上说三道色 你林伯伯打电话过来质问 我这张老脸都要被你丢尽了 明日回学校后 与他道歉 这件事就算过了 我又没错 凭什么道歉 你不道歉也可以 你以后的包包衣服鞋子 还有你的信用卡全部停掉 你别想着向其他人索要 等你什么时候想通了 什么时候还给你 见继父圣事来真的 杰恩生终于低下了头 好 我去道歉 第二天 杰恩生偷偷将石井叫到了楼道拐角 耿着脖子 硬邦邦地说了句对不起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对不起 对不起 如果不是为了零花钱 我才不会向这个恶毒的女人低头 原来你在道歉啊 好了 我已经道歉了 这个道歉我可不接受 我要你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对我道歉 你别太过分了 想要让我在全体师生面前道歉 你做梦 不道歉也没关系 继续起诉呗 反正 我有你的证据 只要上诉 你必定摆 你 好 我道歉你等着 出来吧 这都被你发现了 你确定那妞会当着全体师生的面向你道歉吗 她不会 既然知道她不会 你就不怕她做些什么 呵 就怕她不敢 下午是一个月一次的演讲日 所有师生会聚在大礼堂 演讲的人是学生会副主席黄奕云 看着台上意气风发的黄奕云 石井的毛子里带着嗜血的红光 你喜欢黄奕云 差点忘记了你才是林家大小姐 那定娃娃亲的人可不就是你 也就是说台上那个喜欢乱开瓶的熊孔雀是你的未婚妇 泽泽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叶浅 你这么当着石井的面 说她是牛粪不太好吧 你他妈是白痴吗 眼睛不好该治得治 谭靖被骂也只能憋着 不敢对回去 黄奕云下台后 杰恩升上了讲台 我今日站在这里 是想要和石井说一句话 石井 你有胆子做那种事 就没胆子承认 你做得出来就别怕人说 自己全身上下肮脏的要死 谁知道你是不是得了脏病 还自命清高 给你脸了 想要我向你这种肮脏不堪的卑鄙小人道歉 你做梦吧 对不起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对不起 对不起 原来你在道歉 好了 我已经道歉了 这一段话不断来回的播放 那一句句对不起 如同魔咒一样 就像是一记响亮的巴掌 狠狠地抽在杰恩升的脸上 抬下一片哄笑声 杰恩升的脸色涨着通红 嘲笑声就像是一把把锋利的包子 一刀刀地戳在他的身上 让他颜念尽失 无地自忍 真是太搞笑了 刚刚还信誓旦旦的说不会道歉 转眼就听到那一声声道歉 真是太逗了 杰恩升正是准备拿我们当猴耍 到头来自己变成了戏台上的猴子 让人下辈子等着的人 没想到背后已经认爽的道歉了 如果我是他 我可没脸再见人 真是丢死人了 一声声嘲笑 讽刺的声音 尽数传入杰恩升耳中 杰恩升羞愤欲死 捂着脸落荒而逃 石井在手机上点了几下 广播就关闭了 牛逼了姐妈 人在这里却能控制广播 这手段老厉害了 义云 你的未婚妻这么厉害不好搞啊 她可不是我的未婚妻 你这是对你这未婚妻不满意 你该不是已经对林婉儿情根深重了吧 我瞧着她可比林婉儿漂亮多了 你换了一个更漂亮的未婚妻 你还不乐意了 漂亮有什么用 以前一直生活在西郊棚户区里的女 谁知道身子是不是干净 我黄义云可没兴趣 娶一个破鞋 有些人也不撒抛尿罩罩 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 真当所有女人都喜欢你 石井冷冷地看着黄义云那张相当自负自恋的脸 前世他打从心底里看不起自己 但又不敢与家里人反抗悔婚 便联合林婉儿情与两人将他的名声搞臭 这种男人林婉儿荡成宝 在他眼里还不如校门口那条阿皇 自恋是一种病葬发现造治愈 没教养这种女人长得再漂亮 也绝对没有资格做我的未婚妻 自从那日看到石井在手机上捣鼓两下 就能切断广播开始 叶浅就开始缠着石井 时时刻刻跟在他的身边 明日就是摸底考了 我可是听说 你与于欣欣那帮人打了赌 有没有信心赢了他们 石井正刷着题没有回答 叶浅也不在乎 我可是给你打听到了 于欣欣那帮人 现在正摩拳擦掌的要你好看 这一次考试 他们准备给季恩生报仇呢 那日广播之后 季恩生一直在家里养病 没有在了学校 明晚而大献殷勤 每日都去季家看望 随着考试的结束 有人在校园的论坛上发起了押宝波动 99.9%的人全部押于欣欣一行人营 而押石井赢的人 只有可怜的两个人 你们说 这两个人押石井赢的人是谁 这还用问吗 肯定就是叶浅和石井自己了 真可怜自己押自己 押他 摆明了就会输 哪个傻 会押又不是钱多 那是我押的 不服吗 楼上的人是个什么玩意 石井你故意取一个男性的名字 我们还是认得你就别装了 叫Tim的家伙 你有本事自爆家门 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夜宵不服单挑 哇哈哈 居然冒充夜宵 不怕夜宵找上门 自己押自己赢很正常 石井你不用伪装 我们都懂 刚才追查了狼者的LP地址 证实了两个账号 不是同一个人 沙内间论坛彻底安静下 方才还在讽刺听的人 集体失声 许多人更是敲咪咪的 将留言删除 夜宵是谁 那可是凶名在外的主 要是被他给记恨上 你就等死了 周一一开始 许久未出现的几恩生 终于回学校了 他今日过来 就是为了看石井的笑话 不可能 怎么可能 一定是学校里搞错了 他一个考试 只考了280分的人 怎么可能拿到年级第一名 他抄袭了 他一定作弊了 他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石井你一定作弊了 凭你怎么可能考第一名 为抄袭 请问他跟着你抄吗 人家是第一名 他去抄袭谁 污蔑人也得动动你那 芝麻大点的脑子 你们该旅行合约了 从今日起 教学楼内所有的厕所 被他们几位承包了 如果厕所里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随时找他们解决 另外几位的药 沿着操场跑步 工具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几位穿上他 沿着操场跑50圈 兰多多几人面色 都变得非常难看 不管是让他们 背着乌龟客跑步 还是让他们扫厕所 都是他们无法容忍的 不仅仅是面子的问题 更是一种极其伤自尊的事 他们真的要是履行承诺了 那么以后 他们再也没脸 在圣德学院里待着 小警你不要这样 当初打赌都是闹着玩的 你怎么还当真了 白纸黑字 你叫闹着玩 玩不起 当初就别签 现在输了 又想耍赖 你那脸皮真是堪比古城墙啊 以前觉得林瓦儿 不是那样的人 怎么现在变得这么无耻了 或许当日人家 只是闹着玩呢 同学你眼睛还好吗 没看当初那视频 那叫闹着玩 双方差点没兵戎相见 虽然我还挺喜欢 蓝朵朵他们的 但是输了就是输了 该履行承诺就得履行 一句话 你们跑不跑 几人面面相去 不敢出声挑头 谁先开口便会成为靶子 成为众矢之地 我们就不跑了 你能拿我们怎么办 哇塞太无耻了 我算是开眼了 季小姐可真够任性的 这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几人生嘴里就没有一句真话 说谎张口就来 现在还耍无赖 真是道德败坏 原品太有问题了 一个人竟然能将无耻 发挥到这种地步 你们呢 你无法证明 这成绩就是真实的 只要你证明了 哦 我们就履行诺言 不想履行诺言 就直说做人不能太无耻了 就是就是 你别当所有人是傻子好吗 为什么之前 你参加圣德学院的考试 只有二百八十分 现在又能考一个第一 我们会有疑问 也并不是无地放逝 我们可是听说了 你在以前的学校 成绩很不好 听说 你们听谁说了 不我知道了 你们一定是听了 我所谓的好朋友说的吧 说我成绩很差 不学无数 所以 当日才敢在餐厅里 与我对赌 别转移话题 分数是怎么回事 怎么 远不聊谎了吗 他应该没有告诉你们吧 为什么我只考了二百八十分 因为当日我有三门功课未考 考试场地有监控 不信你们可以去查看 入学圣德学院的考试 总共考五门 三门未考 只考了其中两门 竟然有二百八十分 这是满分 还超过了十分 你个骗子 五门总分才六百三十分 你考了两门 哪里来的二百八十分 面对众人怀疑的目光 实景面色不变 直接拿出了当日考试的卷子 递给了旁边的学生 你这里面解题的公式 大学里才会涉及的 他这是早就算计到了 他们不会信守承诺 甚至连他们可能找的借口都猜到了 所以才会事先将之前入学考试的卷子 从教务处抽掉出来 这卷子一出 既可以证明自己是凭着真本事 又可以堵住他们所有借口 学霸们惊叹师井的知识库 超纲的解题模式 学渣们关注的则是 即将能看到林婉儿等人背着乌龟客跑步 理行承诺吧 小锦你真的要这样吗 看在姐姐的面子上 这件事过了好吗 姐姐 石锦差点被林婉儿恶心吐了 有些时候还真是挺佩服林婉儿的 是不是绿茶表的脸皮都特别特别的厚 费什么话 带上龟客 一个死生女有你说坏分吗 小锦 请教我石锦 还有 我和你不数 所以 该干嘛就干嘛去 婉儿跑就跑 你不用去求这种小人 瞧瞧 林婉儿的手段就是厉害 一句话就让林欣欣蓝朵朵等人对她感激涕零 这手满人心的手段着实力 既然这么想收满人心 我怎么能不成全人家呢 我可以饶过他们 真的吗 当然 我只有一个条件 既然你如此仗义 那就代替他们跑吧 我要求不多就跑十圈 不过分吧 要我一个人背着龟客在操场上奔跑 那丢人的人只有我一个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那就算了 咱们还是继续按照之前合同上写的旅行 你不是很仗义吗 那就用实际行动来证明 光是嘴上缩手 那可不行 石锦这一招釜底抽薪 直接将林婉儿架在了火堆上考 让她彻底下不来台 她只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 成为全校的笑话 让所有人看足她的笑话 保住兰朵朵等人的友谊 第二种 不答应 那么势必会让于欣欣等人看清楚她的真面目 失去他们的友谊 林婉儿太清楚答应与不答应的后果 无论是哪种后果 都不是她想要的 她期待着有人站出来反对 目光下意识地看向杰恩生 杰恩生刚想站出来 却被书尹暗中扯住 他们真的是自己的朋友吗 我这么维护他们 他们却不站出来维护我 这一刻 林婉儿心寒了 看着他们默示的眼神 林婉儿心底深处涌起了一股恨意 如果我还是林家的大小姐 杰恩生这几个人 敢这么对我吗 说到底还不是因为我的身份变了 从政派的林家大小姐 变成了林家洋女 他们才敢这么对我 一字之差 竟于天差地别 归根究底 都是石井 都是因为她 这一切都是她的错 在林婉儿纠结中 林卓然默默地背上了绿色龟壳 开始跟跑 兰多多冷贴了林婉儿一眼 也跟了上去 最后是连成输赢几人 他们对林婉儿很失望 他大概忘记了 他们为什么会与石井对上 都是为了她 如果不是因为她 他们也不会吃饱了 撑着与石井作对 也就不会出现 今日这样的情况 他们能为朋友做到这一步 可是在看她呢 什么都不想做 就想要做收渔翁之力 他们将她当成朋友 可她并没有 从人背着龟壳离开 只留下林婉儿一个人 尴尬地站在原地 方才他们看向我的眼神 不行 我必须解释清楚 不能让他们误会 多美的景色 前世的林婉儿 在上个学院里 就是不可亵渎的女神 是所有人追捧 追逐的小仙女 她是所有男人的梦中情人 是温柔善良的好姑娘 今生我就要一点点 扒掉她的皮 啊不行了不行了 以前虽然不能拥有 婉儿女神 但还能幻想 今日看到她背着龟壳的模样 什么幻想都没有了 女神的形象尽毁 银儿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其实我正准备说 没想到卓然动作那么快 我真的是想要将 所有的一切扛下来 我明白的 我没有生气 话是如此说 但与气却不负之前的情欲 真没想到林婉儿 竟然会这么说 我不想她为难 所以主动站了出来开了头 没想到自己善意的举动 落在她的眼里 进成了不实抬去 几人不约而同地 加快了脚步 将林婉儿甩在了身后 我们跑慢点 婉儿追不上我们了 于欣欣无语了 直接加快速度自己走了 恩生他们都误会我了 我该怎么办 小锦才刚来几天 就让我中叛亲离 我 我真是 你不要哭 影儿他们这是中了 石锦的挑剥离剑剂 等惠儿我们去解释一下 他们会明白的 恩生 你会一直站在我这边 相信我的对吗 当然你是我的好朋友 我当然相信你 我绝对不会中 石锦那个心机女的剂 几恩生这智商 到底谁才是白痴啊 石锦虽然目的不纯 但是林婉儿也不无辜 我不是瞎子 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当时的林婉儿压根 就不想出来扛雷 我们为了他两肋插刀 可是他呢 这样的朋友 我拦多多要不起 婉儿 别跑了 林霄 你是个什么东西 说不跑就不跑 别以为你是学生会主席 所有人就得听你的 既然他们打赌输了 就应该履行承诺 你们的事情 我有所耳闻 他们也受到了惩罚 这件事就点到为止 得饶人处且饶人 好一个得饶人处且饶人 前世林婉儿那群人 当着他的面前欺负我时 他怎么就没让他们 得饶人处且饶人呢 做人不做双镖狗 一派这人居怎么样 做着都是肮脏之事 恶心 你笑什么 我没记错的话 你是学生会主席 并不是上帝吧 或者说 你是圣德学院里的皇帝 所以我们这些臣民 该听你的 周围立马响起了 一阵阵的吃香声 林霄愣住 他还从来没有被人 这么下脸子过 不过五十圈 谁也别停 林霄哥哥 我没事的 你不用担心 将背上的东西脱了 这种事情就不劳烦你了 黄一云抢先一步 将林婉儿背上的乌龟 可脱掉 谢谢一云哥哥 别拖懒了 赶紧跑 我可是帮你数着圈数 你还差四十二圈 石济 你别太过了 他可是你的姐姐 你如果不想 大家都难看的话 最好失去点 你谁 我认识你吗 你家住在海边啊 管得可真宽 一云哥哥 没关系的 你不要和小景生气 他还笑 黄一云看看 温柔善良的林婉儿 再看看粗鄙 没有教养的石济 心中对他的厌恶越发浓厚 打情骂俏有得是时间 没看其他人都在旅行诺言 就你一个人矫情的 在这里叽叽歪歪 场上的几人一直没有停 咬牙坚持着 唯独林婉儿一个 站在这羽人打情骂俏 兰朵躲望着林霄 正心疼地看着林婉儿 心中掠过一亩妒异 最后 几人之中 除了林卓然一人完成 其余人早就不行了 整个人摊在操场上 说什么都不起来 石济也没有继续追究 他要的目的不是五十圈 而是让林婉儿出走 现在他的目的达到了 自然不会在乎圈数的多与少 琴房内 兰朵朵心情烦躁地弹着钢琴 脑海里不断地循环着 林霄与林婉儿两人亲密的样子 从琴声里 我听到了你对某人的嫉妒语恨 神经病 你喜欢林霄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喜欢一个人并没有错 为什么不敢承认 难道是因为林霄喜欢林婉儿 所以你不敢表露出来 我喜不喜欢林霄 与你无关 我并没有恶意 其实我这次来是想找你合作 合作 你如果想要以此时要挟我 我劝你还是打消那个念头 别急 听我把话说完 林霄为什么会喜欢林婉儿 那是因为在林霄的眼里 林婉儿是完美的女生 是女神 学校里那些男生是如何评价她的 想必你比我更清楚 如果你想要从林婉儿手中得到林霄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林婉儿不再完美 你想利用我 还不上利用只是互惠互利 毕竟我们的目标一致 不是吗 显示兰朵朵的下诚可不怎么好 因为林霄的事 被林婉儿暗中下过几次手 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事发之后 兰朵朵可是被林婉儿的护花 是整们整得很惨 男将为了保全事业 直接与兰朵朵断绝关系 兰朵朵接受不了打击 得了失心疯 被家人送进了精神病院 你想要我怎么做 与你们打赌的是 你们只履行了一件事 还有另外一件事 你是想让他一个人打扫厕所 与聪明人聊天就是好 他急需想要修复于你们之间的友谊 这可是很好的机会哦 至于是你亲自出手推动 还是让其他人来做 随你自己 施景手指搭在非白相间的键盘上 手指翻飞见一段舒缓的音乐声响起 兰朵朵惊讶地看着他 似乎有些不敢相信他居然会弹琴 悠扬的琴声穿过了墙 传入到了走廊内 你听 不就是琴声闻有什么好听的 联系弹琴的这个人 演唱会最后那首钢琴曲 由他来弹奏 联系声的名字和电话 回到车里后便打了过去 哪位 是兰朵朵同学吗 我是风景的经纪人 周明 你说现在的骗子搞不搞笑 居然说他是风景的经纪人 笑死人了 兰朵朵挂了电话 周明又接二连三地打了几遍 依然是被挂断 或许是真的也说不定 电话再一次打来 兰朵朵最终摁下了接听键 兰朵朵同学 你先别挂电话 请听我把话说完 我真的是风景的经纪人 风景要开演唱会 缺少一名像你这样优秀的钢琴师 诚挚邀请你参加这次演唱会 你若是不信的话 我可以让风景先自和你说 他现在就在我身边 你好 我是风景 刚刚与你通话的人 的确是我的经纪人 兰朵朵整个人惊喜地呆愣在了原地 电话挂断后 久久无法回审 我也傻了 风景请我去演唱会当伴奏钢琴师 风景请我去当伴奏钢琴师 风景风景风景 大柱 我知道风景邀请你了 你冷静一下 冷静 我怎么可能冷静 那可是风景风景耶 风景是谁 你竟然连风景是谁都不知道 算了 你这样的山顶洞人 是无法理解我们这种粉丝的心情 来来来 姐给你普及一下 这一刻的兰朵朵 直接将两人之间的不愉快 抛住脑后 风景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他可是第一个在隔美来 获得奖的华国人 是拿过国内外各大影帝 头衔的男人 他的歌声 他的嗓音 就像是被天使吻过一般 你听过后 绝对会喜欢上他的声音 他的演技更不是盖的 国际影帝 国内更别提了 还有还有 他还是一名画家 十六岁时画的那幅守望的天空 获得了国际青少年比赛的金奖 那幅画更是被拍卖出了三千万的高价 如果他不是喜欢演戏 现在只怕是鼎鼎有名的画家 哦 不对 他现在还是有名的画家 我知道了 我明白了 你现在可以松手了吗 你不是人 消息是真的吗 风景真的要来汉城市举办演唱会了吗 我一定要抢到VIP的票 这次是谁家负责城办演唱会啊 好像是谭静的爸爸负责 我要去找谭静拿票 才不要和那么多人抢票 谭静被众人围在中间 每个人都说着讨好的话 谭静从来没有像今日这么风光过 整个人红光满面 喂 石井 如果你想要风景演唱会的门票 我可以给你 不过 你得当着所有人的面 向我弯腰道歉 这个买买很划算吧 有病得治 你 谭静你不要理他 他不要我要 我想要VIP座位 价格你说了算 对对对 你不要和他一般计较 他现在硬气 只不定回头该如何的后悔 石井井毫无动静 在我的印象里 无论是乖乖女 还是小太妹 一提到风景 都是一脸花痴的模样 我还是头一次碰到有人 对风景那个妖孽不感冒的 大新闻 大新闻 林婉儿去扫厕所了 大家快去开呀 差不多就够了 婉儿已经向我们证明了心意 说好的打扫干净这间厕所 怎么能言而无信 悲生没事我可以的 正当这时 听到消息的林霄与黄一云匆匆打 兰朵朵看着林婉儿 坐坐的样子 想着十几年话 不动声色地 踢翻了地上的洗手 婉儿 一云哥哥 蓝朵朵的声音 清晰地传入到每个人的耳中 正准备上前去扶的林霄 听到这一声 停下了脚 林婉儿面色仗得通红 听着外面人的嘲笑声 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正当林婉儿下不来台时 一道清清冷冷的声音 从人群的后方传来 在吃饭吗 风笑声犹如浪涛一般 一声高过一声 整个走廊里被笑声充斥 蓝朵朵投意 十几年的佩服的影视 一句话 直接让林婉儿女神的形象 彻底毁于一旦 十几年给我站住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哪种事 什么事 你 你要气死我吗 这是怎么了 王妈快将母亲送到卧房 联系胡医生过来 你住这间房 这是婉儿的房间 一回来就霸占她的房间 你未免太过霸道 霸道 她霸占我十几年的人生 就很仁慈吗 我知道你心中有怨对 但是这都不是你能 抢占别人东西的理由 站起来 不是给你的 你若是想要 我可以另外给你买 你的 你确定 当然 请问你可知道 你的亲生父亲母亲 是姓赵姓钱 还是姓孙姓李 再请问你是工作了吗 有收入吗 你现在吃的喝的用的穿的 都是我父亲赚来的钱 你花着我林家的钱 却对林家唯一的女儿 只手画脚耀武扬威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或者说 你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林子民 你别忘了 你是我父母收养的孤儿 说到底 这个家里唯一 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的人 是锦衣人 可是前世的结局却是 毫无血缘关系的四人 相亲相爱的幸福生活 而我成为了他们用来 换取利益的牺牲品 你用林家的钱买的东西 那就是林家的 林家的就是我的 所以这沙发 还有这房间都是我的 没有想到 爸爸妈妈的亲生女孩 会是这样的 沙发的设计 是我亲自设计的 这总该是我的吧 你确定这沙发 是你设计的 当然 哇塞 我第一次发现 有人抄袭也能抄袭的 这么他而皇之 这沙发的设计分明是 埃米尔大师 在前年推出的款式 我如果没猜错的话 样式是你抄袭埃米尔大师的 而上面的纹路 应该是你的手笔 当初在看到这款沙发时 还在那吗 埃米尔大师的水准下降了 为什么要再增加 后背上雷坠的纹路 现在终于明白了 可惜了 原本这沙发价值上百万 可加了那雷坠的纹路后 价值只有几万 可惜 真可惜 被人戳穿老底后 林子明面色涨红 不知是羞愧的 还是气的 前世 这沙发被人戳穿 是抄袭埃米尔大师的样式 林家人为了保住林子明的名誉 将石井拉出去顶包 让石井遭受了网报 那段时间 石井24小时不间断地 被陌生人骚扰 你放心 我会帮你保守秘密 毕竟 你丢人现眼 我脸上也无光 谁叫你现在姓林呢 我可不想因为你 让林氏集团蒙修 让爸爸的公司因你而受创 小景说得对 子明 以后多多照顾石井 他在外面受了很多委屈 你作为哥哥得要多多照顾 不能让别人欺负了他 父亲眼里心里都惦记着石井 却无视宛儿妹妹 在这大半个月里 他天天面对偏心的父母 他的心里该有多伤心 多难过 他这么厉害还需要我照顾吗 我去看看宛儿 小景 你最懂事 别在意他的话 哥哥和宛儿姐姐的感情可真好 真让人羡慕 梦得一看还以为事情屡呢 瞎说 是不是瞎说 以后我会让你们所有人知晓 封景演唱会门票 哥哥 你从哪里弄来的 小景的呢 抱歉 这是我之前答应过玩的 我看看能不能从朋友那里再云一张 我才不稀罕 叶剑刚才发消息过来 说拿到了两张VVLP门票 哥哥 那你可得帮小景弄到票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去看演唱会了 看着董事体贴 处处为诗经打算的完美 林子明既是欣慰 又是心疼 不用废邪了 小景 你是不高兴了吗 那这张门票给你吧 我的婉儿 什么时候这么小心翼翼的讨好过一个人 对面的人 虽然还不领情 既然爸爸妈妈不爱护我 从今日之后 就让我来守护妹妹 婉儿既然她不领情 你也不用给她 小景妈妈知道你心里有气 但这件事与婉儿无关 你们是姐妹要相亲相爱知道吗 我已经有了VVLP门票 那张VLP门票 你们资格留着吧 你作为林家未来的接班人 连一张VVLP门票都拿不到 这人际关系值得反思 可悲的是你却还在这里沾沾自喜 这一番话 直接说得林子明无地自容 作为重要的继承人 不要整日心思都放在儿女情深 家长力短上 应该多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多拓展人脉 这才是你应该做的事 林家诚方才还觉得师姐不懂事 如今却觉得林子明 有点让她失望 同样是我的子女 小景才刚回来 就能做到子明做不到的事 可见这能力不错 是个好苗子 看来以后不能再让子明与婉儿多呆 免得这种小家子气传染给子明 林子明被石井教训的脸上无光 心里正生着气 压根不知道林家诚心底对他也有不满 他更不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作为林家继承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 而林家赖以生存的林氏集团 也将大傻将轻 报复一个人最好的办法 不是一刀解决了对方 而是将他们所在乎的东西彻底毁灭 子明 你已经不小了 从明天开始你就去公司实习 公司离家太远 你直接住在市区那套公寓 周末多出去与朋友聚聚 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 爸 你怎么就听信了那小丫头骗子的话 他懂什么 我早就有这个打算 并不是因为石井那丫头 这是秦升雨儿回来了 就要确信我们了 你以后少与婉儿混在一起 你们是兄妹 爸 是不是石井在你面前说了什么 我和婉儿是兄妹 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龌龊 没有就好 出去吧 林子明走出书房 就看到站在门外眼圈放红的林瓦 哥哥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是我连累了你 我 我这就去找小锦求情 让他和爸爸说说 让你留在家里 婉儿不用 你去求他 只会让他的气焰更加嚣张 不管我在哪里 哥哥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不要害怕一切有哥哥在 哥哥 你们在干什么 妈妈 你能不能和爸爸求求情 让哥哥在家里住 你哥哥已经适成年人了 该去外面闯荡 家族的企业还需要他 林瓦儿的心沉入了谷底 这一刻 无论是林瓦儿 还是林子明 都感觉到自己被父母抛弃 两人对视一眼 彼此越发坚定 越发将对方看作了唯一的依靠 妈说的没错 我是应该独立了 以后我会常来看你 别哭鼻子了 那亲密的态度 落在秦军婉的眼里 着实有些刺眼 很晚了回去休息 小景 我同你一块去学校 这不怀好意的笑容 看着有些圣人了 现在圣德学院的校园网上 大量留出他洗厕所的照片 甚至还有将他 趴在马桶上的照片 配上文字 我在吃饭的个稿图片 换做一般人 都会如同继恩生一样 装病呆在家里 可林瓦儿却能像没事人一样 小景 我知道你心里恨我 不想在家里看到我 我准备和爸妈商量 等我毕业后 我直接搬出家里 不会再妨碍你 我知道 是我不好 是我害你在外面受苦 所以 无论你怎么对我 我都接受 因为这事我应该承受 我只希望 你不要因为这个去愿对爸爸妈妈 我更不希望 你过得不快乐 睡出反常必有妖言 我现在一看到他 就会想到你在吃饭吗的那张脸 一样一样 以前他是女神 现在吗 看他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勾搭灵霄 又勾搭义云 不要脸的女人 现在是彻底的没脸了 我的男神 我的白马王子 终于不用被这种女人给抢走了 他怎么还有脸到学校来 我都替他感到难堪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他的脸皮这么厚 还有脸来上宣 周围越来越不堪入目的议论声 传入到林瓦儿的耳朵 他的面色虽如长 但双手却死死地握成群 都给我闭嘴 一道冷力的声音 呵斥住了周围的议论声 林瓦儿满眼泪水凝视着黄奕云 黄奕云原本想要上前 但脑海里莫名地浮现出了 我在吃饭那张恶狗 图片中的人 与现实中的人相重合 让他一切美好的以你化为虚无 好好照顾自己 我先走了 林瓦儿一脸受伤地看着远处的黄奕云 愤意在心间肆意蔓延 自从林瓦儿女神的形象 彻底地被毁掉后 也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 天天黏在你身边不说 还一副委屈讨好的模样 那些人最开始幸灾乐祸 肆意嘲笑 到现在已经有人开始同情他凄惨的境遇了 他可没儿什么好心 你得要当心了 林瓦儿什么目的 我一清二楚 不过是一招置之死地而后生 名气没了 干脆伏地作响 剥去所有人的同情心 让人慢慢淡化掉之前的事 顺带黑我一把 一举两得 你清楚就好 明天就是风景的演唱会 你可别迟到了 不会 撑 你堵在什么地方了 演唱会可是马上就要开始了 早知道你这么不靠谱 我就费点事去接你了 你放心 我会赶在开始前过来的 弹得不对 不是他 怎么可能不是他 我可是亲自打电话 给他们主任再三确认过 当日在前房里的人就是他 蓝姑娘 方便给一下那位同学的联系电话吗 你们要找的人叫石井 我与他部署手机里并没有他的电话 我一个从小就弹钢琴的人 居然比不过一个平邻窟里出来的人 朵朵你是好女孩子 你也希望风景的演唱会完美落幕对吗 那位钢琴师针对风景很重要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联系到那位同学 在周明的劝说下 蓝朵朵终于拨通了凌网的电话 只可惜得到的答案是没有 随后 蓝朵朵又问了石井同班同学 得到的答案全部都是没有 最后那首去了 不行 那首可是你的主打曲 是粉丝们最期待的一首歌曲 如果去了 他们会很伤心的 祖子啊 那首可不能签了 签了发 我没法和主办方和公司交差 那首歌可是明明白白写在合同内 不是说切就签 咱们没钢琴伴奏其实也很好听的 再不记得话咱们可以 周明的声音在风景死亡凝视下 渐渐的没了声音 风家人的性格真特么该死的下 多喜欢追求完美 不喜欢瑕疵 到了风景身上尤为突出 那 那个 有一个同学肯定知道他的电话 等我问来那位同学的电话后 应该就能联系上石井 那咱们快点问问 距离演唱会的时间越来越近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小姐 你怎么才来啊 我的门票差点被人抢了 好了好了 要开场了 快进去吧 抱歉小姐 你这张门票的二维码少了一个脚 不能入场 什么 刚才那人呢 我要踹死他 算了 浅浅 演唱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快进去吧 算了 我也不去了 你进去吧 我不喜欢这些的 叶浅 我是蓝朵朵 你最好有重要事情 不然我与你没完 我这兵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你能不能将石井的号码给我 我找他有急事 十万火急 我是石井 你好石井同学 我是风景的经纪人周明 是这样的 风景演唱会上需要一名钢琴伴奏师 他听过你弹奏的钢琴 觉得你不错 你能不能帮个忙 给风景伴奏一曲 就一首曲子 可以吗 伴奏 他是拒绝的 只是他的目光扫向身侧 一脸失落颓败的夜景时 可以 谢谢 你现在在哪里 在C区入场口 需要你派人来接一下 好 没问题 怎么回事 他们好像却一位伴奏琴师找我救场 岂不是说 你可以与风景近距离接触 小姐 你真是幸运 第一次看演唱会 就能与偶像近距离接触 什么神仙运气 小姐 看到风景的话 帮我要个签名 快给他化妆换衣服 Oh my God 这玲珑有质的身姿 仙妖隐印 红如似火的晚礼服 肌肤如雪 Oh my God 宝贝 你真是太美了 你就像是天使 这件晚礼服 就是为你而生 Oh my God 闭嘴 好了没好了没阿锦要 我的天 小美人瞬间变成了 霍国殃民的妖姬 锦姑娘你跟我来 阿锦要见你 阿锦 师锦来了 风景望着眼前的少女 心头微颤 淡淡的熟悉之感 油然升起 让她忍不住想要亲近 这种感觉突兀起陌生 却不会让她反感 准备好了吗 待会就要上场了 请问有面具吗 宝贝 你要做什么 该不会是我想的那种吧 嗯 若是如此 那真是太糟糕了 如你所想 Oh my God 天哪 你这么美丽的脸 就应该让所有人看到 遮掩柱是一种浪费 林家还没有倒下 前世的战还没有收取完毕 高调意味着引人注目 不利于以后的行动 无论麦瑞如何劝阻 师锦依旧坚持自己的乡子 最后还是风景让周明 拿来了一个 价值不菲的狐狸面词 该上场了 紧张吧 如果紧张的话 教你一个法子 你像台下所有的观众 想象成一棵柯柠檬树 只是这些柠檬树 稍微有一点特别 会发出声音会说话 卧槽风景什么时候 化身穷的暖男 这完全不符合 他高冷贵公子的人设 由于没有场景 演出我就一笔带过 演出震撼人心 尤其是狐狸少女的钢琴曲 更是让众人惊叹不止 风景演唱会上的伴奏 都这么厉害 那名伴奏的女子 谁准快要达到大师级别 瞧着他似乎还很年轻 哥哥 小景好像没有来 那日听到他信誓旦旦的话 还以为他多有本事 原来只是一个 满嘴跑火车的人 婉儿 哥哥知道你心善 可是有些人 不值得你对他好 你以后离他远一点 知道了吗 好吧 狐狸面具 我已经还给工作人员了 再见 等一下 你的报酬没有领取 不对劲太不对劲 今日的风景 热心肠有点过头了 他是会操心报酬的人吗 该死的 他该不会是看上 人家小姑娘了吧 不用了 你刚才给我的签名 就当报酬了 签名是签名 你的水准值得更好的下值 你留个电话 回头我让周明将酬劳转给你 这家伙是在不动声色的 要小姑娘电话呀 见对方坚持 石井也不再推脱 正准备离开时 一名助理匆匆地赶过来 石井姑娘 稍等一下 石井姑娘 你给我的木盒里 怎么没有面具 石井姑娘 狐狸面具可是价值百万 你刚才给我的时候 真的放在盒子里了吗 你确定木盒里 真的没有面具 你确定在你经手的过程中 你没有离开过 或者没有其他人碰过 我确定从你将盒子交到我手中 并没有第三个人碰到过 刚刚我做最后的确认时 发现里面并没有面具 那可是价值百万的面具 上面的钻石 好像都是从南非那边过来的 小姑娘年纪轻 看到价值百万的东西 会心动也很正常 怪不得人家不要酬劳 感情是拿了价值百万的狐狸面具 自然就不稀罕那几块钱的出场费 让保安封锁整个后台的出入口 所有人都不得外出 这件事必须调查清楚 在我的团队里 绝对不允许出现恶劣的小偷 至于怀疑石井 风景压根就没有想过 为了证明我的清白 你让人搜一下吧 不用检查 不会是你 为什么 你身上穿的衣服是纯手工私人定制 价值百万 你手上带的那块表 价值九十八万 你全身上下行透 价值就超过面具 所以你不是小偷 我没偷也没有冤枉他 他有钱不代表 他就不会心动 不会偷东西 闭嘴 我不管是谁将面具藏起来 现在你拿出来 我可以既往不救 若是让我找出来 就不要怪我不念旧情 机会只有一次 希望你能珍惜这次机会 风景冷然的目光扫过全场 石井是他请来的人 他绝对不能让他受冤 搜身 这是对他的侮辱 也是对他的挑衅 石井看着 挡在自己面前的挺立背影 心间处 竟隐隐流出一丝丝暖流 前世 无论他受到多大的委屈 受到多大的伤害 他的家人只有指责与抱怨 从来没有人像他这般 挡在他的面前 曾经一直渴望的温暖 没有从家人的身上得到 今日却在一位毫无关系 仅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身上感受到 这是何其的讽刺 原来这就是被人保护着的感觉 这样的感觉 真好 没有人承认对吗 周明见周围的人都没有反应 心里叹了一口气 某个人要倒霉了 周明去将那东西取出来 很快 周明拿来一个U盘 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现在站出来 可以既往不救 但是等到我们将证据放出来 那就不要怪我们不顾往日的情面 周明说完后 依旧没有回应 既然对方不打死不承认 那就没必要给他留情 周明拿出电脑调取监控录像 很快便锁定了嫌疑人 阿霞怎么会是你 我没有 监控视频里都已经看到了 你还想狡辩 面具你放在哪里了 报警调取走廊上的监控 我带你们去不要报警好吗 阿霞走进其中一间休息室 在角落的书架上翻找了一遍后 突然面色大变 东东西没了 我真的将东西放在这里 怎么会没了 我亲手放在这里的 真的就在这里 你们要相信我 阿霞你完蛋了 价值百万可以判刑好几年了吧 不知道谁拿走的 这间房人来人往的 谁知道是谁顺手牵羊拿走了 阿霞也是活该 做什么不好偏偏要偷东西 我听说阿霞的男朋友 欠下了一大笔赌债 最近阿霞缺钱得很 估摸着是为了帮助男朋友还债 才铁而走险 就在众人议论不止 阿霞绝望哭泣时 石井一脚将旁边的清洁工 替翻在地 并从他身上搜出了狐狸面具 将他们两人移交给警察局 他既然是你找到的 现在就属于你了 不用萍水相逢 如此贵重的礼物 我不能收 这个东西留在我这里也无用 在你的手中 他才能大放光芒 你才是他最好的主人 不用觉得受之有愧 这是你的酬劳 石井见他坚持 也不再矫情 拿着面具匆匆离开 出了什么事 怎么现在才出来 先走回车上再说 小叔 你怎么来了 射录 风景的亲笔签名给你 天呐 小姐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当时只是随口一说 真的没想到 你能拿到风景的亲笔签名 这是我今年收到最好的礼物 我真是爱死你了 你喜欢就好 叶琛看着如同小孩般的侄女 又看向一旁 震含笑艳艳田径的少女 石井感受到那灼热的视线 抬起头与之对上 有事吗 你长得像我一个朋友 小叔这搭讪的才词 未免太老套了 呵呵 小景长得大重脸 长得与你朋友有几分相似 太正常了 将灵景送到灵家别墅门外 回去的时候 叶琴终于忍不住了 小叔 石井是我的同学 然后呢 你别想老牛吃嫩草 你们两人不合适 你还是死了那份心思吧 从明日开始放学后 直接回家读书 什么时候考进年纪前百 什么时候自由 你这是公报私仇 我戳穿了你的小心思 你就这么无情对待我 太过分了 石井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不讨好我 还这么对我 你这辈子别想做我闺蜜的男朋友 前五十名 阿景你觉得实际如何 还不错 还不错 周明心头一领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讯息 要知道当红女星 娱乐圈里鼎鼎有名的大美女 在她的嘴里也只得了一般般的评价 她一定看上了人家小姑娘 之前的反常的老男小哥哥的样子 就是最好的证明 虽说风景也只不过是二十出头 但是人家小姑娘更年轻 这要是被媒体和粉丝知道顶楼男星团恋爱 那还得了 不得将公司给拆了 不行一定要杜绝她这个可怕的想法 阿景我知道你很年轻 但是人家小姑娘可比你小多了 你与她在一起 别人会说你老牛吃嫩草 这对你的名声可不好 外面漂亮的女孩子多的是 没必要为她毁掉自己的前途 你刚刚说什么 我没说什么 哼老牛吃嫩草 这话亏你说得出来 我是那么禽兽的人吗 这个经纪人看来脑子有点不好使 可以考虑灭了 再换一个 哈哈开玩笑开玩笑 我对她没那种意思 是是是没意思 骗鬼呢 送这个送那个还千里 真是不要太过分了 周明只敢在心里付匪着 这大爷 他惹不起 风景一看到她的表情 就知道这货在心里付匪自己 其实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那姑娘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亲近 莫名的就是想要对她好一点 风景的演唱会成功举行后 在演唱会上出现的那名神秘的狐狸少女 不少媒体都在寻找狐狸女孩 想要知道她的身份 你们看到报道没有 听说那狐狸面具上面镶嵌很多钻石 价值百万 这道具太酷了 这种价值不菲的道具 也只能在风景的演唱会上看到 我听到那部消息 听说那狐狸面具 被风景送给了那名少女 我现在太好奇了 那狐狸女孩到底是谁 网络上流传出好多士林的当红小花 但是感觉都不像 那气质是那些小花模仿不出来的 你真的不曝光吗 你们快去看微博 国内著名的钢琴家赵全德公开表示 想要搜狐狸女孩为徒 小姐赵全德要收你为徒 这可是好机会 赵全德可是国内有名的钢琴家 也是世界钢琴协会的理事成员之一 资历深厚 如果能成为他的弟子 未来在钢琴界不可限量 没兴趣 列浅盯着她死尽的球 愣是没从她的脸上看出任何有兴趣的样子 这家伙是真的没兴趣 真是太可惜了 我这种学渣都觉得可惜得很 神秘的狐狸少女始终没有出现 随着时间推移 寻找狐狸少女的热度渐渐消失 被其他新鲜的事物所取代 吴彪回来你要当心了 狐狸是谁 吴彪这个人很厉害 他是灵瓦尔的爱慕者 守护者 听说前段时间在家里养伤 现在是养好了身体 他回来的话一定会针对你 他这个人可比夜宵狠 夜宵起码是你不招惹他 他不会主动招惹你 但是狐狸却不一样 只要是他看不顺眼的人 不管是谁都敢揍 可气的是 他是汉城市首夫的儿子 自己本身又是全国青少年的散打冠军 略发助长他的气焰 他除了不敢招惹夜宵 其他人都敢动 他可不会因为你是女的就不打你 所以这段时间 你不能单独行动 最好都和我在一起 有我在 量他也不敢太过分 施经点头 梅宇坚不见丝毫的担忧 狐狸忙的真是老熟人 曾经他的狼狈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出自他的手 他不来找自己 自己又怎么收钱式的债呢 彪哥 那个穿紫色衣服的就是师姐 就是那个女的欺负惨了嫂子 你们几个盯紧了他 他什么时候单独一个人了 立马告诉我 敢欺负我胡彪的女人 活腻了 三日后 哥刚自打电话过来 那妞就在前面的巷子里 走 施经你还想跟我斗 我不需要自己出手 自然有人替我出气 你就等着挨揍吧 好啊 看你能逃到哪里去 一确是好地方 无路可逃了 我不在这段时间里 你仗着身份天天欺负婉儿 对吗 当然 你不承认也没有关系 我今日找上你 只做一件事 什么事 看在你婉儿妹妹的份上 我要求不高 只要你给婉儿下跪道歉 自扇巴掌 并保证以后见到她要礼让三分 她说东 你绝对不能说西 她要的东西 你绝对不能抢走 只要你做到了 这件事就算过了 否则 否则怎样 否则你今日别想站着出去 我胡彪可没有不打女人的说法 就这样 轻飘飘的语气 淡然的微笑 落在胡彪的眼里 无疑是在向她挑衅 一股怒火油然而生 抓住她 打到她下跪为止 两名小弟一左一右上前 想要以最快的速度控制住她 但两人刚伸出手 一股力量便从手臂上传来 在两人危症的片刻 身子就飞出去 重重砸在了墙壁上 当场昏厥 这一幕仅仅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一个回合 直接将两个青年干翻 废物 是啊 都是废物 给我上 不等那两人出手 石井已经动了 一个仗 二人再次 胡彪看着倒下的四名小弟 被气笑了 之前就听说你打架有一手 现在看来是有两把刷子 只是 你这点底气 以为能对付得了我吗 她双手握拳 手指腻得咯吱咯吱形 一步一步 朝着石井靠近 突然 拳头如猛兽 朝石井回去 他吓一声 骨头错位的声音响起 胡彪痛呼一声 手臂脱臼 软绵无力地吹响 你找死 石井还 干脆利落地一脚踢在了他下巴上 将人踢飞出去老远 接下来 胡彪整个就像是沙包远 被石井单方面狂揍 揍得毫无反抗之力 青少年冠军 不过如此 怎么会 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一个小丫头 你不服气对吗 回家问问你爸爸 你的冠军是怎么来的 你什么意思 废物 石井周深的气势 逐渐变得冷练肃杀 胡彪感受到了危险 心底竟升起了巨疑 你要干什么 我可是胡建军的儿子 你要是敢动我 我爸绝对不会饶了你和你们林家 你可要想清楚了 你 你敢再动我一下 我回去后 绝对会让你生不如死 我们胡家绝对不会放过你 就算是林家也保不住你 不信 你可以试试看 胡彪大声叫嚷着 以此来撞他 更是想要恐吓住对方 然而石井什么话都没有说 全程冷漠 眼神透着一股邪气 你最好乖乖放了我 看了一脚 重重落在他的腹部 痛得他弯下了腰 你个臭 石井一把抓住胡彪的头发 没烧含笑 当他抬起手时 我错了 我错了 我道歉 我道歉 叶总这一片区域 是整个老城区里 最后一片 地理位置非常好 一旦开发起来 不管是运用于商业 还是住宅 都是可以的 那边好像有人在叫救命 众人寻声望去 一眼就看到了地上 躺着几名地皮 巷子里微风徐徐地飘过 少女的眉心处 沾染了一滴鲜血 那滴血从她的眉间划过 在那张绝美的脸上 划开了一道血红的血 少女幽冷地看着众人 绝美的容颜 雪白的肌肤 叶琛的心脏处 急速跳动 想要找林家报复 欢迎之志 站住 你打了人 你不能走 石井没有理会她 继续走着 众人纷纷后退一步 唯独叶琛文思不动 你想要做什么 我告诉你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要保密哦 不然 她微笑着 对着众人 做了一个母国子的手势 邪气十足 石井转身离去 图留下身后一群 呆若目击的人 太嚣张了 对于这种恶势力 我们绝对不能姑息 立马打电话给警局 将那姑娘抓起来 好好教育 不用 回头我和她说 纵人傻眼了 感情那小姑娘 跟叶总认识 怪不得那小姑娘 敢这么嚣张 现在的小姑娘 都很有个性 这几个人 一看就没干好事 被人揍了也是活该 小王 叫人来将他们带走问问 怎么能欺负 人家小姑娘呢 主人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你 你怎么回来了 我不能回来吗 小锦 你不要生气 我没有那个意思 石锦冷眼看着她 如看跳梁小丑般 上前两步 冰冷的声音悠悠响起 闻闻看 我身上有什么气味 神经病啊 不对 有淡淡的血腥气 你闻到的气味 可是那个人身上流出的 什么 如果那血腥味是胡标的 那岂不是说 看着她那吃惊到傻掉的模样 石锦倾笑一声 湿湿然地从她身边走过 那潇洒而帅气的背影 看得灵网目自禁令 双手紧握成全 石锦 总有一天 我定要你不得好死 你们倒是打呀 中路推呀 卧槽 怎么能这么菜呢 我要挂了 奶妈 快加血 快快快 动作要快 小小叔 你怎么回来了 叶琛坐到一旁的沙发上 双腿焦点 瑞丽的毛子望着她 小叔 我错了 我保证 没有下一次 这是最后一次 一定一定 奇怪 今日小叔怎么变得 这么好说话 我不是遇到了 什么好事情 对了 上次你那位同学 叫什么名字 他叫石锦 嗯 小叔 你想干什么 你明日带她回来一下 卧槽 都这么直接了吗 小叔 不是我打击你 你和小姐不合适 你这么老 她还那么黏 亲自 在夜称奈射人的目光下 默默地咽了回去 小叔太无耻了 哼 我才不会迫于她的淫威 去坑害小姐 我找她有事 有事 你们两人都不认识 有什么事 见谁呢 好的 我知道了 你敢扬奉阴违 明日就打包送你回地东 暴君 十足的暴君 不是说胡彪去拦截她给林婉儿出去了吗 什么情况啊 胡彪没去吗 那昨日她是去干什么了 哎呦 我以为胡彪会为林婉儿出头 现在看来胡彪对林婉儿不过如此吗 哈哈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林婉儿走在路上 感受着来自四面八方嘲弄的眼神 心里气得不轻 该死的昨天一直联系胡彪 确实终未能联系上 胡彪到底有没有替我出头 彪彪是谁 到底是谁将你打成这样 哪个小痞子 能这么狠毒 下这么大的狠手 婉儿 阿姨 你来了 她这是什么态度 两个月前她见到我时 还是热情不已 如今却是这般态度 这就是亲生与非亲生的区别带运吗 嗯 我是来看看胡彪的 胡彪被她关切温柔的眼神看得心里荡漾 身上的疼痛感都减轻了不少 胡彪我 我真没想到 她 她会对你下这么大的狠手 她 她是谁 是谁打了我儿子 阿姨 我监狱过来 是想替我妹妹向你和胡彪道歉 她真的太不应该了 下手没个轻重 你们要打要骂 都可以冲着我来 我愿意替她赔罪 妈 这件事不关婉儿的事 她也是受害者 你告诉妈妈 是林家那刚领回的丫头吗 是她打你的吗 自己一个散打冠军 被一个小丫头骗子打成这样 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 原本是不打算说的 可现在婉儿捅破了 我又不能否认 否认的话 婉儿会不会多想 你倒是说 是她 听到胡彪承认 林婉儿心情很复杂 既高兴石锦那个蠢货惹到了胡家 又觉得石锦的力还超出自己的想象 阿姨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没有看好她 才会让她犯下这样的错误 爱婉儿以前是多么骄傲的一姑娘 现在为那么一个没教养的玩意过来 卑躬屈膝 林家真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这件事不关你的事 用不着你来道歉 要道歉让她自己来 老公你儿子被人打残了 你赶紧过来 打人的人是林家 那个刚领养回来的小野种 我不管你必须给儿子主持公道 你不知道儿子被他打成了什么样 石锦这一次看你如何收拾残局 胡星道 小显你去帮秦叔处理一下事物 我又不会做你让其他人去 我才不去我就待在这里盯着小叔 万一小叔见色起立 对小景意图不轨 我还可以帮忙 将小景一个人留在大猪蹄子这里太危险了 你确定不去 我我我去 叶浅在叶琛的淫威下 不情不愿地离开 今日请林小姐过来是有一件事与你商量 叫我石锦 石锦你是叶浅的好朋友 不知道你觉得叶浅如何 她很好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放心从今日起 我会离她远远的不会带坏她 其实这种事你只需要打个电话与我就行 没必要面对面谈 你误会了我并不是让你远离叶浅 而是希望你多多教导她 在看到我如此暴力的一面 居然不让我远离反而教导 太匪夷所思了 看人得用心看 有些时候眼睛也是会骗人 小显看似随性心思却灵敏 很少有人能成为她的朋友 她能毫无保留地与你交心 说明你并不坏 小显厌学喜欢蛮黑暗元素的东西 我希望你能帮她改掉这些 你家虽然不需要学霸来装点门面 不需要她有多优秀 都能让她衣食无忧地过完这一辈子 但是财富随时会消失 如果有一天叶家倒下没有财富 叶浅是如何得过血过 她的日子可想而知 财富旋利这些东西不会一成不变 但只有装在脑子里的知识 是所有人都夺不走 我希望她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 都能有自保自足的能力 这就是我找你来的原因 如果你同意的话报酬随你开 这个活我接下了 至于报酬不用了 只要叶浅不背叛自己 只要她还是自己的朋友 她不会收取一份报酬 但若是她不再是自己的朋友 她自然会亲自上门收取报酬 这是狐心岛门庆卡 你随时可以过来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实际 你将胡建军的儿子胡彪打了 是真的吗 是的 你能不能不要惹事 你怎么能将人打成那样 不管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立刻马上给我回来 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我能解决 这点小事都解决不了 以后还如何整化临时集团 如果有什么难处可以随时找我 好 王妈 你给那个孽障打电话 告诉她 如果十分钟之内还不回来的话 就永远别回来了 二小姐已经在路上 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你说她人生地不熟的回去哪里玩 都这么晚了一个姑娘家的多危险 她回来这么久 你这个当母亲的 也不知道管管她 你看看她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竟然给家里惹下这么大的祸事 老公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脾气 我哪里敢说她 她心里对我没有怨气 我说的话 她哪里会听 二小姐回来了 那辆车子 有点眼熟 好像是叶琛的作家 叶浅对小景真好 还专门让她家的接送车送回来 叶浅叶家长房的私生女 不受叶家家族待见 所以才会被流放到汉城市 竟然不是叶琛 你给我跪下 十锦啊十锦 你也有今天 我不信鬼神 你二老幽活得好好的 跪什么跪 王妈去拿鞭子来 你翅膀硬了 都敢去打胡建军的儿子 你知不知道 我们与胡家可是合作关系 你打了他的儿子 那就是打了胡建军的脸 若是那兵两亿的单子没了 你拿什么补救 那不是正好 没了生意 你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你以为你现在吃的喝的用的 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关于这个问题 等听完我即将说的时候 你就会有答案 我倒是听听 你要说什么 你确定我在这里说吗 去书房 说吧 我刚刚去了一趟胡心岛 最近这段时间 我经常去那里 我而会遇到叶浅的小叔叶琛 是他和你说了什么吗 不对 他怎么可能和你说什么呢 自然是不会与我说什么 但是就在半个月前 我无意中听到了一些事 是关于我们林家与胡家合作上的事 起初我没有在意 但是随着这半个月来 我观察市政府的动态 越发确定了 叶琛说的话 很有可能是真的 他说了什么 我们家与胡家开发西郊的那块地皮 可能要被政府征用 规划成火车站 你确定 两家当初为了拿下那块地 可是花费了高价 两家联手准备开发高档住宅小区 如果附近要建成火车站 绝对会亏到姥姥家 之前不确定 但现在百分之八九是有把握 早在半个月前 叶琛也曾透露过 你确定吗 如果叶琛说过这话 事情基本上是八九不离世 当初我与胡建军 从叶琛手中拿下这块地 还洋洋得意了很久 现在看来哪里是从老虎口中夺食 而是人家压根不准备拍 至于我打胡彪 只不过是见机行事 如果我们贸然退出 势必会引起胡家的警觉 到时候他咬着不松口 林家想要脱身 势必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恰恰 胡彪自己送上门来找我的茶 我趁机揍了他一顿 以胡建军爱子如命的性子 势必会是不罢休 我之所以打胡包 都是为了林家脱离你找 我刚回林家 做林家千金还没几天 我可不想马上成为落魄千金 林家好 我才好 你说 我说的对吗 前世 这件事确实发生了 但是胡家动用上头的人脉 才得以保重的快递 林家跟着收益 赚个盆满钵满 你说的没错 这件事你不用管了 我会来处理 对了 以后可以经常与叶浅多多走动 如果叶琛能看上十几 林家与京城叶家结亲 以后整个汉城市 谁还能压得过我们林家 你卡上的钱够用吗 我给你再打五十万过去 女孩子家得要穿得漂漂亮亮 明日我让秘书给你送一些衣服过来 可这个冷血无情的父亲 当真是只能看到丽颖 恶心 恶心到让人想要捏碎他的脑 我很累 先回去休息了 好 乖女儿 你想要什么 学什么 一定要和爸爸说 林家丞看石锦 是越看越满意 再想到楼下自己精心培养了的女儿 只剩下了嫌弃 果然 野种就是野种 怎么样培养都是扶不起的阿斗 小锦 你喜欢喝粥 以后让厨房二十四小时给你温着 为什么 石锦到底与父亲说了什么 非但没有责罚他 反而对他愿分好 爸爸 胡阿姨想要让妹妹去医院给胡彪道歉 你看着 道歉 道什么歉 我还没追究胡彪对你妹妹下手的事 知道你怎么回事 只剩过了一个晚上 爸爸居然不追究 还躺护起了石锦 昨日石锦到底给爸爸灌了什么迷魂汤 王叔送石锦去学校了 我怎么去啊 你打车去学校 谁叫你吃个饭都磨磨蹭蹭 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 婉儿快来挑选你喜欢的衣服 林小姐 这些衣服都是这个季度的最新款 有不少还没上架 我都给你拿来了 这可都是林董特意吩咐的 看来在爸爸的眼里还是有我的 小姐 快过来 这些衣服都是爸爸让人送过来给我的 你要是喜欢哪件 你就拿走吧 我送你 二小姐 这些衣服都是林董特别交代给你的 你若是不喜欢的话可以让他们换 我似乎好像搞错对象了 李秘书这些衣服不是给我准备的吗 大小姐想来是误会了 这些衣服都是给二小姐准备的 你要是喜欢哪件随便挑随便选 不用与我客气 我送给你 一样的话 一样的语气 宛如一把把锋利的刀子扎在林婉儿的心上 不用了 你怎么能这么对你姐姐说话呢 你太过分了 刚刚林婉儿在说这话时 她为什么不说她过分呢 这就是我的好母亲 二小姐你看看这些衣服如何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我马上让人再换一批过来 就这些把全部送上楼 这才叫豪梅娜小姐直接包装呀 当天林婉儿气得没有下楼吃饭 但没有引起林嘉诚的关注 因为林嘉诚的眼里心里只能看到尸景 原因无她就在白天 她通过特殊渠道得到了确切的消息 确定那块地皮会被征收回去 用于发展交通 确定了消息后 林嘉诚便开始以胡彪找她女儿麻烦为由 对胡建军发难 现在别说让石井去道歉 林嘉诚更是要让胡彪过来给石井道歉 这可把胡建军气得够强 怎么样 林嘉那边怎么说 只要一看到儿子那副彩样 我就恨不得去撕了石井那个小野种 我还真是小瞧了林嘉诚 以前以为她是个重男轻女的楼鼓板 现在看来是我看错了 她对自己这个亲生女儿 护得可真近 不惜与我撕破脸皮 她还想用撤子来威胁我 真是不知所谓 林嘉诚是疯了吗 为了一个小丫头骗子连生意都不顾 想要撤资那就撤 就怕她舍不得违约金 我还真就不信了 她能为了一个小丫头骗子 背负上意的违约金 只要不是傻子 都不会这么做 林嘉诚想要撤资还真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着急的直冒 父亲可是为了那笔违约金烦恼 小金可是有什么好办法 我从叶琛那边听来一个故事 那个故事很有意思 说的是上个市 既有两家公司一起开办纺织场 其中一家公司发现了 合作伙伴偷工减料 以次重好 违背当初的条约 提出拆伙 合作伙伴不同意 那家公司直接拿着证据 将其上告法庭 合作伙伴怕惹麻烦毁掉生育 不仅同意拆伙 还赔付了对方一大笔钱 哈哈哈哈 好故事 叶琛了 我先回去休息了 好好好 早点休息 等到这瓶子里装满了尾巴 林家人就可以尝一尝 当初我所承受的一切 让你们也感受一下 老鼠在身上啃咬的滋味 下一场游戏是什么呢 哦对了 马上就是我的生日了 前世人那可是一场 非常宏大的生日耶 一是林家正式向上流社会 公布我身份的日子 他至今还记得 那一天自己被林婉儿 整得很忙碑 成了上流社会的一个笑话 生日吗 真是好期待 林家成那个老东西 真是好样的 我就说他这个重男轻女的玩意 怎么突然就对这个 刚认回来没多久的女儿 这么重视 说到底那个老狐狸 纯粹是为了拆伙 好好的一个项目 摆明了是赚钱的项目 这个老东西 怎么可能说放弃就放弃 张秘书 你去打探一下 西郊那块地皮 出了什么问题 是胡总公司与林氏集团 那边如何处理 先拖着 拖个几天再说 得先将事情打听清楚 再做决定 胡建军反应快 林家成也不是傻子 哪里能让他的算盘得偿 直接将胡氏集团偷工减料 强拆强占占的证据 发送到了他的邮箱里 并且下达了最后的时间限制 好好好 我真是小瞧了那个老东西 既然要走 那就走 今日这笔账 我记下了 来日 必定要让你双倍偿还 胡建军通知了法务部和商务部 一同解决与林氏集团中断合同的事 胡家与林家之前还如交似漆 转眼功夫就成了陌路人 胡家在没弄清楚事情之前 自然不希望让人怀疑到是地皮上出了什么事 林家这边同样如此 上流富豪群见此大为惊讶 再看到林家成如此在意刚认回来的轻生女 都不惜毁掉上亿的单子 可见地位非同寻常 一个个立马吩咐下面的子女 要去和石井打好关系 叮嘱他们不要招惹石井 这件事很快在圣德学院内传播开来 一时之间 石井成了香波波 此消彼长 林婉儿无人问津 石井 你喜欢什么 到时候我给你准备你喜欢的礼物 小姐 你喜欢包包还是手势 小姐 你的成绩怎么能这么好呢 真是好厉害呀 你一定是天才 危机奋斗会了 真是太厉害了 都是一群剑风使舵的马屁精 以前都跟在娃儿身边 现在又转到那边去 这吃相真是难看 我有你们就足够了 是太阳两罢了不值得你们生气 蓝朵朵最近好像与石井走得很近 蓝朵朵就是一个剑风使舵的小人 咱们不说他们了 下周的生日宴会 我想到一个好法子 能让石井大出风头 你准备怎么做 我准备这样 书影真有你的 这样一来等到那日过后 她必定会成为上流圈里最大的笑话 哈哈 我真是迫不及待要给她庆祝生日了 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不怕爸爸 快会气坏了 他们都这样对你了 你还替他们担心 你没看到林叔叔怎么对你 你别再为林家考虑了 林家都不将你当女儿 你也不必为了林家顾虑什么颜面 几人轮番劝说 林婉儿最终只能忍着兴奋 默默地同意这个计划 等到他们离开后 一道深影棚柱子后面走出 看着四人离去的方向 唇角露出一抹玩味的龙笑 林婉儿这边暗戳戳地谋划着 同样胡家那边也不想就此善罢甘休 老公我刚刚听到消息 胡夫人放出消息 让人不参加我们的宴会 这事情闹得明明很简单的是 当初若是让小锦去到各歉 咱们也不至于与胡家闹成这般田地 白白损失上意 咱们要不要让小锦去到各歉 换合以下关系 你懂什么 别吓添乱 老公到底被石锦灌了什么迷魂汤 能让他不顾上意的项目 胡家是首富 咱们林家也不差 我就不幸的那日会没人来 这种时候谁低头谁就落得下场 你们听说了吗 胡家那边放出了风声 谁要是参加石锦的生日宴会 就是与他们胡家为敌 胡家在汉城市可是龙头老大 他们家发话了 石锦这次的生日宴会只怕是要成了笑话 你们家去不去 大概不会去 毕竟我们家与胡家有合作 学校一角处 柳依头发凌乱 衣服上满是污渍 自从石锦考试比赛赢了后 吉恩生四人就吩咐夏宇等人对比 他每日过得生不如死 这些痛苦都是因为石锦 如果不是他赢得比赛 如果不是他羞辱吉恩生那些人 他们又怎么会对付我 说到底 我都是被石锦给连来了 我是在替石锦受罪 小姐周六就是你生日了 你想要什么 姐帮你买 什么都可以吗 当然 你脸上的农装换一换 我想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叶浅 换一个条件 没有其他想要的 你不用勉强 顺从本心就好 我也仅仅只是随口意说 第一次石锦在他的身上感受到了悲伤 想要改变业且 看来还得了解他曾经经历了什么 之前以为他是觉得酷酷的 才会做这种的 毕竟 谁没有中二十七 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这周六我有行程吗 你想干嘛 周六有朋友生日 想要过去给他一个惊喜 你觉得女孩子喜欢什么东西 等等你说的女孩子是谁 小石锦啊 石锦 这货是贼西夫子啊 安静 不是我说你 你和他熟吗 你这么冒冒冉冉的过去 会给人家造成不变呢 之前网络上可是一直有人 在悬赏狐狸少女 万一让人联想到他 岂不是给人家小姑娘 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礼物送到 心意就到了 那行吧 周六是二十八号 十一月二十八号 天哪 这日子与大小姐的生日是同一天 她不是风家的大小姐 周明惊觉自己说错话 立马闭上了嘴巴 风家兄弟四人唯一的女孩 却甚少出现在人前 不知为何风景特别讨厌 她唯一的妹妹 风景能记得不相干人的生日 却忘记了那日 还是自家妹妹的生日 真是好大的排场 我在邻家这么多年 爸爸还从来没有 这么大操大办过 可是 石锦高回来的第一个生日 却办得如此隆重 所有人都知道 今天是石锦的生日 但是所有人都忘记了 今日同样是我的生日 哼 石锦 现在有多隆重 等会儿就看你有多狼狈 你才今日有多少宾客过来 不清楚 但是我听说了 吴家那边也举行了宴会 好像是给一个干女儿 举办庆生宴会 干女儿 不会是那种干女儿吧 不然你以为真是当女儿来养着呀 那胡夫人不反对吗 胡夫人在胡建军面前 没什么话语权 说起来 胡建军还真是缺德 用这么一个低贱身份的人 来与二小姐做比较 这不是在讽刺挖苦二小姐吗 可不嘛 如果有头有脸的人 都去了胡家那边 二小姐和林家就更没脸了 胡家这是铁了心 要了心思董事长和二小姐 就连宴会 也是在这片别墅区 现在只期盼着 能来的宾客多一些 不然二小姐与林家 就真的成了笑话 管家 四大家族的人到了哪里 林董 李家的人放下礼物后 就离开了 车子好像朝着胡家去了 林董张家来人了 只是送来了礼物 人却走了 走 出门迎接客人 若是四大家族的人 一个都拉不过来 那才是真的没脸见人 大门口 陆续有车子驶来 但都只是派司机下来送上礼物 然后找借口离开 留下的宾客 除了必须要 依附林家的小企业 其他的 全都去了胡家 四大家族 一个都没留下来 林家这次 真的成了汉城市的笑话 林二小姐 还不如一个干女儿 这说出去 还真是 自自 做生意 做生意以和为贵 你这次怎么就这么冲动 为了那么一点小事不顾大局 你看看 现在好了 林家以后的脸面往哪里割 你懂什么 我是不懂什么 但我知道 你这次为了实际 损失惨重 还连累了整个林家 让所有人跟着他一起丢人现眼 林家成心里是有些冤怪实景 但一想到等到那个消息放出后 让那些看他笑话的人 看看什么叫做有远见 够了 出去招呼客人去 真是的 关键时候不接电话 男人都是建一丝签的大猪蹄子 小姐 小姐 之前是非主流的小菜妹 转眼变成了萌妹子 是不是不好看 这个样子的你真的很美 小姐 待会下楼不管听到什么 你都不要理会 其实下面的动静 她早就知晓 这个生日宴会 与其说是生日宴会 还不如说是林家与胡家的一次较量 同样 也是她的一场游戏 人数多与少 对我而言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最后的结果 是我所想要的救醒 你小媳妇被人欺负了 你再不来 以后别来了 我不管 你一定要来给小姐撑场面 我求你了 快点来吧 你再不回应 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 在吗 在也不在 今日会议到此 所有的报表 重做明日交到我手中 李秘书将消息发出去 秘书给早已准备好的记者 发了一条短信 很快汉城市网络上 便出现了一条热门 林家二小姐生日宴会 无人来庆贺 嫌弃二小姐没有教养 身份低微 上不得台面 三少 你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 李叔替我跑一趟 给一位朋友送一份生日礼物 以风家的名义 不知道是哪里 林家给林二小姐送一份礼物 等会儿有人会将东西给送过来的 宴会马上就要开始 李叔得抓紧时间了 好的 一定一定 林家二小姐居然和风三少 认识关系还非减 林总恭喜认回女儿 谢谢 我刚刚接到秘书的电话 公司突然出了一点事 需要我赶回去处理 真是抱歉 改日一定登门赔罪 工作要紧 工作要紧 小女的生日不知一体 等到那富商一走 很快又有一名富商走来寒暄 又是以同样的借口 表示要提前离城 陆陆续续 整个林家在家的人数 一双手都能数得过来 林家成不能发怒 只能含笑表示理解 林董是最要面子的人 今日这些人可是把他的脸给打中了 林董 叶琛先生来了 谁来了 叶琛先生 叶总来了 林家成大喜过望 一扫之前郁闷 汉城是四大家族 在京城叶家面前 算个屁 有叶琛一人在 足以盖过所有人 叶总能光临寒舍 真是令我林家蓬毙生辉 林总客气了 听闻今日是林二小姐的生日 过来讨杯酒喝 林总不会怪我太唐突吧 哪里哪里 这是我们林家的荣幸 叶总 李边请 之前家里老爷子气势大受使 曾邀请过叶琛 可是叶琛并没有前来 而是派遣了下 术过了一趟 这一次仅仅只是一个生日宴 他却劳势动众地过来 小姐有希望与叶琛在一起 只要他们两人结婚 林家就能更上一层楼 正与其他小姐妹寒暄的林瓦 得到消息后 脸上的笑容差点没绷住 该死的叶琛怎么会来 叶琛是叶琛的小叔 你一定是叶琛叫来方石锦 那个见人称长面的 吴家 你听说了吗 叶琛去林家了 叶琛四九成 叶四少吗 除了他还有谁 叶四少竟然去参加 林家女儿的生日宴会 太不可思议了 是不是林家放出的假消息 林家二房的人 已经拍了照片 发到了朋友圈 胡家老爷子 大受叶四少都没来参加 金玉却参加了 林家二小姐的一个小小生日夜 林家是不是 与叶家有什么合作 没听说过有什么合作 在林家与胡家之间 叶四少更看好林家 叶四少可是商业天才 他的眼光非常毒辣 周围不少人都露出了傲火之色 胡家的宾客们 有些不淡定 林董金城峰家 给二小姐来送你了 你刚刚说谁来了 金城峰家人来了 周围的人 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金城峰家 那可是大家族 与爷家齐民 但更重要是 峰家造房的三个儿子 更是传奇 是四九成 李富二代 国二代李凯末 快快快 有请 叶总别来无恙 李总身体可还好 一切都安好 李总今日是代表 峰家来的 是啊 周围人听到李孝天的话 终于确定 他是真的代表 峰家来庆贺 胡家 京城峰家带人 去了林家祝贺 什么峰家人 怎么会去林家 早知道去林家了 参加一个上 不得台面的 女人生日宴会 白白错失了好机会 张秘书 劳烦你与胡总说一声 家中还有事 得先走一步 说完 不带张秘书开口 迫不及待地离开 好似后头 有什么洪水猛兽在追 还在观望的宾客 见四大家族的人都离开了 也毫无心理负担地 跟着离开 我们胡家的脸面 都被你丢光了 今天又不是我生日 说到底还不是 为了给你儿子出情 扔闹了林家 毁了合作伙伴 又丢了今日的脸 闭嘴 好好管教你那宝贝儿子 下次再惹事 老子先到了他的腿 与此同时 林家这边可热闹 从胡家出来的宾客 一个个厚着脸皮 灯门带 林家来者不拒 通通将人请了敬 自从听闻 封家来人后 秦军婉整个人心绪不宁 林夫人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不舒服的话 就去休息一下 没事 就是半夜会有些累了 那得要注意保养 对了 我刚刚听说 封家好像是 冲着二小姐来的 林夫人 你家二小姐 与封家的人认识吗 秦军婉听到这话 心里咯噔一下 神情莫名地紧绷起来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或许什么时候认识的吧 二小姐好像 与业家也很熟呢 瞧瞧人家这女儿 才刚认回来 就帮林家 攀上了 京城叶家和风家 以后可不得了 我去一趟洗手间 你们聊 媳妇媳妇 天哪 这就是林家二小姐 这长相这气质 还有那高雅贵气的姿态 一点都看不出来 她之前是生活在 那种地方的人 这才是豪门贵女 该有的样子 瞧瞧这模样 怪不得 叶家和风家语言回来 林家这个女儿 可真出色 站在人群后方的林婉 看着光彩照人 光芒四射的上 心中的极度一满心头 脸上一阵扭曲 听着周围人 对石井的赞美 就像是一把把锋利的刀子 戳在她的心头 这些人大概都忘记了 林家 还有我这个大小姐 赞美吧 赞叹吧 等一会儿 就让你们看 你们口中那完美的 林二小姐 是个什么样的货色 真是个有趣的姑娘 我第一个乖乖啊 小叔居然会笑 还笑得那么大样 果然是美人胚子 三少这急急吼吼的要我来给小姑娘撑场面 不是没有道理的 三少的眼光真不错 管家把蛋糕推上来 媳妇 媳妇 哎呦 痛死我了 你是谁 我是谁 她比任何人都清楚 媳妇 你告诉他们我是谁 管家将这个人拉出去 我的女儿未来前途无量 可不能因为这种下三案的人毁掉 我知道当初让你打掉孩子是我不应该 可是 那不是没有办法吗 你原谅我好不好 不要再生我妻好不好 我找你真的很不容易 我以为你消失了 没想到在这里能再次遇见你 可见老天爷也不希望我们分开 男子深情地告白着 但是字字句句 却是将诗景推入深渊 在他的身上打上未婚先孕打开 私生活不检点等等标签 原谅我宝贝 诗景看着面前的男人 唇角微微上扬血液沸腾 一股想要狠狠捏碎他的欲望 唇唇欲堆 前世就是这张脸 这个男人 当着所有人的名 毁掉了我立足在上流社会的根本 毁掉了我的名声 让我成为所有人口中的孝坦 让父母 让林家那些亲戚 以此来羞辱我 大惊我 不管我如何解释 如何辩解 都没人相信 你说你认识小景儿 你就是认识 你怎么不照照镜子看看 你是什么德性 小景儿是眼瞎了 才会看上你 你这是基于我们景儿的美貌 小癞蛤蟆吃天鹅肉 你做梦吧 你是谁 我与景儿的事 你知道各屁 我和景儿是新梅竹马 从小一起长大 她的一切我都知晓 她喜欢吃什么喝什么 穿什么衣服 我一清二楚 不信的话 你随便问 这个人说话如此有底气 该不会是真的吧 早在之前就有听闻 林家二小姐以前是生活在西郊 最乱的棚户区 难力人员复杂 犯罪率极高 是地痞流氓的聚集地 这些都不能证明什么 小浅与景儿才认识几个月 她喜欢吃什么 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又有什么小习惯 小浅都知晓 小叔果然是小叔 脑袋就是赚得快 对 没错 你问什么 我也同样能回答出来 那是不是说 我也是小景儿的男人 我看你就是见色起义 你们这是不承认吗 你们就算不承认 也不能抹掉 小景是我女人的事实 就在管家带人 要将刘鹤宇拖下去时 慢着 她说的没错 我是与她从小一起长大 我们都是生活在西郊棚户区的穷人 什么意思 这是现接承认了 鼻青蔑的眼神 自四面八方汇聚到石井身上 我说的没错吧 我就是小景儿的男人 是林家未来的女婿 我这么漂亮的女儿 未来可是要嫁进风家 或者叶家的人 岂能让这个痞子 就这么毁掉 刘鹤宇 你确定你是我的男人吗 当 你可得想清楚 想仔细了回答 机会只有一次哦 当然 我没有过孩子了 我不是你男人 谁是你男人 难道你当了千金大小姐后 就不准备认孩子的罢了吗 不错 刘鹤宇 你的演技真好 不去演戏 有点屈才了 小景 你这是不想承认吗 你身上哪个地方 我没瞧见过 你胸口处有一个字 记住了 就在这个月的二十八号 别忘记时间了 到时候会安排你进入宴会场 没问题 之前教给你的台词 遇到各种问题的应对法子 你都记住了没 放心 我都记住了 那剩余的钱 事成之后剩余的钱自然会给你 那个废物 怎么这么不小心 被人给拍到了 书影这么好的计划 眼看着就要成功了 居然被那个废物给毁了 幸亏让柳依依过去处理这件事 你们说柳依依会不会出卖我们 她没有那个胆子 哼亮她也不敢 于欣欣三人庆幸自己没有被曝光出来 林婉儿却不那么想 这并不是她想要的结果 她要得是石井身败名裂 无法再林家在汉城市上流社会立足 可是这一切都毁了 被那个愚蠢的女人给毁了 那该死的蠢货 在视频停止后 在所有人以为事情就到此结束时 突然 再次传出让众宾客熟悉的声音 搞臭她的名声 还怎么再从前列车 那个男的没有问题吧 该没问题 柳依依说那个男的 以前就近于石井那个小贱人 这次有这么一个机会 既得到人 又得到钱 哪里还有不答应的道理 婉儿 这次过后 林叔叔绝对会厌弃他 小景口才好 若那男生被问住了怎么办 婉儿你见过石井山上有什么开机 或者是这类的东西吗 最好是在隐蔽的地方 只要那个男的说出来 量所有人不相信都不行 她胸口处有一颗痣 那就没问题 那把妈妈这么爱她 一定会原谅她的吧 会原不原谅 先搞臭她的名声再说 看看如何嚣张 录音到此结束 现场宾客哗然 于家 书家 计家 以及林嘉诚等人脸色 变得非常难 宾客们震惊得无以复加 于欣欣解恩生书赢乃至林婉 他们都认识 万万没想到 四名年轻的女孩子 能做出这等事 其心思歹毒 令人不含而立 天哪 太恶毒了吧 于家和计家 他们是怎么叫于儿女的 将自己孩子养成 这等恶毒心思 于夫人又不是原配 一个小三上位的女人 她的女儿的品行 能有多好 计家也不慌躲让 淑家好歹是淑乡满地 这脚出来的孩子 也不过如此 你们别说那计家 要我说 还是林家这个养女不简单 这是要将林家 亲生女儿的名声搞臭 好继续纠战去潮 我一直搞不明白 林家人到底在想什么 抚养了这么多年 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现在还继续养着 看看 这马上就养出事情来了 林家养了这么多年 养出了一个白眼狼 你们发现 没有林家的大少爷 就是那个林子女 今日好像没来参加生日运会吧 还真是亲生的回来 怕夺走她继承人的地位 这是心理隔应了 林家这亲生女儿也是可怜的 且有狼后有虎 林家这二小姐也不简单 如果是个简单的小姑娘 现在只趴早就被植的骨头抖不胜 她没点本事 能与京城的叶家和风家搭上关系吗 这个二小姐以后不得了 前途无量 黄一云看着林婉儿 黄恐无助的楚楚可怜母娘 心头发软 想要上前 却被黄夫人一把挖住 这样的女人打死我 也不可能让她见黄家的门 野种就是野种 再怎么养在身边 都是废无一段 西心 你怎么开玩笑开得没大没小 恶生 你平日与石井玩闹 这种时候怎么还没分寸 差点让人误会了 有人现眼的东西 还不快带回去 书家计家瑜伽 想以玩笑的形式将此事结果 准备带着各自的孩子离开林家 慢着 想走 哪有那么容易 极为做出这样的事情 难道不应该好好解释一下吗 就这么走了 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是不是太不将我们林家放在眼里 聪明的姑娘 直接以林家的名义质问 而不是自己的 这是逼得三家不得不回应 不然三家就得彻底与林家决裂 小锦 欣欣欣与你开玩笑呢 你怎么还当真了 这不是都说清楚了 大家哪里真的会认为你是那样的人 于夫人 你觉得我像三岁孩子 还是你觉得在场所有人都刚从娘胎里出来 又或者说 你觉得这世上就你最聪明 我们都是傻子 豪门家族里的处事 大多数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谁也不会当面撕破脸皮 这死丫头竟如此莽撞 莽撞又如何 与其憋着委屈自己顾全大局 那又有谁来顾全我的感受 不管怎么说 这件事都是欣欣做错了 欣欣给小锦道歉 于欣欣心中惶恐 但是让她当着众人的面 对石锦道歉 那她以后如何再上流社会利子 道歉 对不起 舒盈与几恩生两人 同样在家里的长辈严厉的命令下 向石锦道歉 三人连带着三家人的脸面 全部在今日丢尽 这个道歉 我不接受 今日是我的生日 同时也是我第一次见诸位书版 亲戚朋友的认亲日子 这对我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 又有意义的一天 但是他们却处心积虑地破坏了 今日他们是没有得逞 若是得逞了 我又该如何自处 若是一句轻飘飘的道歉 就可以抵消一切 来日我是不是也可以 如法炮制对付其他人 有道士子不叫父之国 他们能如此肆无忌惮 毫无顾忌 难道他们的父母就没有错了吗 他们的道歉我不接受 要道歉就让于先生 季先生 舒先生三位 代替他们的女儿道歉 全场哗然 小辈道歉也就道歉了 但是让长辈对着一个小辈道歉 那不是丢面子 而是整个家族的脸面 都被人狠狠踩在脚底下 一个小丫头骗子 想让我道歉 还不够资格 林嘉诚震惊地下巴差点落地 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个女儿 还真敢说 在于继书三家人 与女儿脸面问题上 林嘉诚果断选择前者 小姐 事情过了就过了 等回去后 于叔叔他们会好好教育他们 人无完人 总有犯错的时候 我觉得小景姑娘说得没错 子不教父之过 小师可以一笑止之 但今日之事过头了 关于这点 我很赞同林二小姐 今日是来喂食锦唱场面 又怎能让她一个人 孤零零地奋战 叶总和李总说得对呀 他们几个做得太过 一句道歉就底笑 未免太轻巧 叔先生 你们好歹是叔祥们的 就这么处理事情吧 你们三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怎么好意思欺负一个小姑娘 是欣欣的不对 叔叔在这里代替欣欣向你道歉 有了于天明开头 其余两位家主跟着一并道歉 三家人脸面丢尽 准备离开 等等 听到这一声 三家差点骂娘 我记得去年 季家拍了一套明朝的茶剧 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 叶总记性真好 可恶 这套茶剧 可是我最喜欢最终爱的 我瞧着那套茶剧 非常适合林二小姐 明日就叫人送来 家里有一条蓝宝石项链 于林二小姐非常颁派 今晚就叫人送来 家中有一幅圆带的字画 与林二小姐有缘 今日闹得这么一出 三家人理自面子 算是彻底没了 与之相反 林家二小姐名声大噪 谁都知晓 她与京城叶家风家关系飞起 刘鹤宇 好好等着我 你什么意思 带走送到警局 林二小姐 以后有什么事 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 一叔 叫我实情吧 这是与林家的亲啊 想想也对 一个费亲生的女儿 都能记到了亲生女儿头上 可见这林家人的糊涂 今日之事 谢谢李叔与叶总的帮忙 我比你大了几岁 你可以叫我一生哥哥 不行 那我的辈分岂不是小了 小姐 你和我一样 叫他小叔 小叔 这个侄女可以考虑打包送回京城了 宴会结束 林家气氛压抑 叶总 跪下 老公晚儿他知道错了 你就饶过他这一次吧 不要让我说第二遍 林家停一鞭子 粉粉搓脱了我的身上 秦军婉在一群看得心疼 恨不得冲上前替他挡下 这一次林家成是气候 手中的鞭子毫不留情地落下 同样是女儿 一个给林家带来了脸面 攀上了叶家风家 一个却让林家沦为笑话 让人看着了笑话 野种就是野种 再怎么养在身边 都是废物一个 爸爸 我知道错了 就原谅我再一次 救我妈妈 秦军婉总要送钱 却林大老公正在气负送 绝对不会哭 她不由地将目光转向石井 却见着石井端着咖啡 悠哉悠哉坐在沙发上 冷眼看着婉儿被打 她怎么能如此恶毒 见到自己的姐姐被打 还能无动于壮 小姐 你去求求你爸爸 让她笑消气 火气憋在心里久了 容易生病 为了父亲好 还是得让她卸货 妈妈知道 你今天受委屈了 婉儿也知道错了 你去求求你爸爸 再这么打下去 你姐姐就要被打死了 从医学的角度而言 伤及到内脏导致血液堵塞 才会致死 像这种鞭打想要打死 概率只有0.1% 以父亲的体力而言 可能做到 你要怎么样 才能让你父亲放过他 错了 难道不应该受罚吗 你不是最在乎林家的脸面 今日他将林家的脸面丢尽 怎么就这么轻易圆了 你住口 如果我让父亲 在我与林婉儿之间做选择 你猜 他会选择谁 秦军婉瞪大了也 如果在今日之前 还未可知 但过了今日 必定选十几 别再惹我 再惹我 我让你的宝贝女儿 立马滚出林家 说完 一把甩开秦军婉 秦军婉看着面前的人 久久地说不出话 林婉儿 和林婉儿半天 抬头却见他 正与谁 心里的贴在一起 心中的恨意 瞬间滋生 为什么就连母亲都变了 林婉儿只觉得 周身冰寒 身体的痛 远不如被林婉的背叛 来得浓索 爸爸我错了 我又死了爸爸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无论林婉儿 如何哭起哀求 林家成始终没有平手 今日他的脸面 被林婉儿丢尽 他岂能散到甘休 将来 时景可是要住 叶家或者宫家的人 岂能让一个野种毁了 毁掉时景的前途 那就是毁掉林家的未来 罚你在做什么 婉儿做错了什么 让你要下这么狠的手 就算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也是你从小看着长大 也是你心疼过的女儿 看着地上遍体鳞伤的人 林子明心如刀角 她一回来你就变了 她是你的女儿 难道我们就不是了吗 你知道她今天 都做了什么事吗 林家的脸面 都被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给丢尽了 纵然婉儿有错 那也是被你们给逼的 今日是时景的生日 你们心里只想着 给她过生日 可曾想过婉儿 以前的婉儿 是多善良天真的人 现在被你们逼到了 这种地步 爸 你如果这么不再见 我与婉儿 那从今天开始 我带着婉儿出去生活 就不在你们面前碍眼 你们就好好 与你们的宝贝女儿 一起生活吧 咱们有种自己 是要独女配 逼着可怜杨 滋养你离家的感觉 你今日要赶出去 今后就别再 踏进林家的门 林子明冷哼一声 扶着林婉儿 转身离开 邓一下 不用你来假好心 我们不会留下来 抱歉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我不是来挽留二位 而是来告诉你 你现在吃的用的 乃至你外面开的那辆车 逝去的别墅 都是属于林家的 你如果真有那个骨气 就别用 若是动了 就别矫情 你 对了 你现在身上穿的带的 还有银行卡 统统多交上来吧 你不是很有骨气吗 那就不要依靠林家 靠自己的双手 挣出一片天 如果没有那个本身 那个能力 就收起你那可怜的自尊心 没有林家 你什么都不是 别把自己看得太重 林子明被石井对得面红耳赤 戏谑上 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没有林家 你一样什么都不是 从五岁开始 我就自始起立你能吗 我没有借着林家 能与封家叶家交上关系 你能吗 林子明 还需要继续说下去吗 没那个本事 就不要在这里逞英雄 离家处走 你有那个本钱吗 废物就是废物 知道自己是个废物 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乖乖听话 这口气 仿佛我不是人 而是林家养的一条狗 就应该乖乖地听你 对林家人摇尾起怜 我现在要是再留下 那我就不是林子明 哥哥不要志气 我虽然恨死林家这些人 但要是真的离开林家 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娃儿 你不用担心 没有林家 我照样能养活你 林家成原本还想劝一句 但听到他这么有志气 直接不管了 任由他离去 这里已经不是我们的家了 娃儿 我们走 哥哥 你不要冲动 今天的事是我的错 我受罚 是应该的 你不要与爸爸妈妈置气 你都被打成这样 还在替他们辩解 娃儿身上都是伤 你要带他到哪里去 你要走就走 别带上你妹妹 我要是将他继续留在这里 他还有命吗 你这孩子说的是什么话 林子明说你是废物 你还真废物的彻底 现在连眼睛都瞎了 你难道还没看出来吗 你的宝贝妹们 压根就不想离开林家 或者说 他不敢离开 这一句话 指导黄龙 诛了某人的心 娃儿姓林 他不留在这里 还要去哪里 一个养女收回来 就不是了 秦军婉瞬间明白了 这是在报复他之前的行为 石锦竟然如此羞辱娃儿 这还是当着我的面 当着爸妈的面 无法想象 在我们所有人不在的事 娃儿被他欺负成什么样子 娃儿我们走 这个家我们不稀罕呆了 至于林 这个姓 他们要收回就收回 我们全都不稀罕 林子明不顾林婉儿哀求的掩饰 毕把将他抱起 镜子朝着门外走去 两位加油 希望两位不要过了两天 就会溜溜地跑回来 珠心 太珠心了 刀刀见血 巨巨扎心 气得林子明脚下的步伐加快 心中暗暗决定 再也不回林家 林婉儿没有力气反抗 只能被动地被林子明带走 如果你想他早点回来 现在把他的所有银行卡给停掉 小姐 你刚刚说的话过分了 过分吗 那是你对他太仁慈 商场如战场 他这点城府都没有 别人随便一击就暴跳如雷 这样的性格是何与人谈怕吗 恐怕会被人吃得连扎都不剩 总比以后让他以林氏集团为代价 买教训好吧 说得有理有据 说得头头是道 林家成竟无言以对 掏出手机给秘书打了一个电话 将林子明所有的卡都停掉 林子明带着林婉儿到了市区的别墅 却发现进不去了 他气得直接带着林婉儿去了酒店 刷卡没钱 钱包里的现金又不足以致富房费 他即使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是当他真的发现穷途陌路后 非但没有后悔反而更恨 恨林家成 恨秦军婉 更恨施景 最后林子明只能先带着林婉儿去医院看病 打电话求助好友支援 兄妹两人要有多狼狈就有多狼狈 再说解恩生输赢以及于欣欣三人 三位娇滴滴千金大小节 第一次被家法伺候 每个人的身上都带了伤 只是没有林婉儿那么重 三人的卡 所有的一切全部被家人停掉 并且严厉禁止他们再与林婉儿继续来往 林子明你以为躲到了朋友家就万事大吉 那可就大错特错 李叔想请你帮个忙 李叔 是这样的 你能不能无意中向人透露 家父有意改选继承人 林家两位杨姿杨女被家父遗弃 可以 这小丫头片子不简单呀 挂断电话后 李孝天拨通了风景的电话 李叔 礼物送到了吗 小丫头开心吗 你放心 你看中着这个小丫头厉害着呢 不需要我去都能搞定一件 我只是将她当粉碑妹而已 是是是 对了夜思少司不对那小丫头很感兴趣 你要是喜欢这话可得上心了 千万不要被人解足先登 什么 他那么老 还敢去想丫头 夜称这个禽兽 李孝天听到他那户独自的模样 心中暗想 现在的小年轻啊 就喜欢来这一套 明明心里喜欢着人家 嘴上却不说 等到有人来抢了 又着急了 小姑娘我会照顾着 你放心吧 在这里 受不了气 谢谢 什么事 夜称你这个禽兽 再骂一句直接拉黑 听说你喜欢上了一个小姑娘 说重点 你这是承认了 真是太不要脸了 夜称这个臭不要脸的老男人 经营一个年轻妄美的小姑娘 简直无止至极 我喜欢谁 还不需要三少之手画脚 夜四少你不害臊吗 你这么老他还那么年轻 你就不怕别人说你老牛吃嫩草吗 这个就不需要你担心了 没别的事 我要忙了 卧槽夜称你够狠 打消不了夜称的老牛 那就从小姐儿身上下手 小姐儿生日快乐 小姐儿拍戏 遇到了一个问题 想要向你请教一下 漂亮的女孩子都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比如像你这样的 水井看着这条信息久久无言 他他该不会是对我有什么想法吧 我现在以学习为主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感觉有点怪怪的 似乎好像哪里有点不对劲 你误会了 我是真的问你问题 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想告诉你 年纪太大的男人经历很多 最喜欢的就是花样年华的女孩 小姐儿 以后老师遇到老男人对你献殷勤 你一定要擦亮眼睛 那种老男人肯定没安好戏 戏子龌龊的狠 谢谢我会注意的 对不起对不起 刚刚路上堵车了来晚了 我最讨厌不守时的人 你看我在这里 白白浪费了两分钟 对不起对不起 好了别废话了 将你的喜欢案给我看看 五分钟后 这种垃圾喜欢 劝你还是不要再拿出来丢人现眼 真是浪费我的时间 这位先生麻烦结一下账 我没点过东西呀 你的朋友点了 他还没付钱 麻烦结一下账 多少钱 总共四百八十 多多少 先生总共消费了四百八十元 青年惊呆住了 一杯咖啡两块蛋糕 居然要四百八十块钱 这可是他半个月的生活费 他翻遍了全身 只找到了三百零五元 我窝只有这些 我们店里可以转账刷卡 我窝卡里没钱 剩下的钱算到我账单上 谢谢 我会将钱还给你的 傅云周是他 没错了 前世我不止一次从林家 以及那个死变态的口中 听到这个名字 前世在我死之前 傅云周已是五百强企业的老总 身价上百亿 他白手起家 仅仅用了八年不到的时间 站在了金融的顶端 挤入了福布斯牌行榜 在这个传奇人物的背后 还有一位眼光独辣的金融大鳄 风行 企划案能给我看一下吗 什么 如果不行的话也没事 不不是 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傅云周神情变得紧张 当时锦放下文件后 他整个人忐忑不安地看着他 如何 思想很前卫 想法很大胆 实现起来会遇到很多困难 但是我相信 你若是去做的话 一定能成功 这是我第一次 第一次听到别人对自己起发烂的认可 第一次有人用坚定的语气告诉我是可以实现 从这份企划案诞生时 他信心满满地以为会受到许多人的青睐 可一次次地碰比 一次次被人贬低的一文不值 让他几乎要放弃 可施锦的这一番话 让濒临绝望的他 重新看到了希望 谢谢谢谢 你这个计划 前期需要多少资金 我想投资 你是认真的吗 投资需要不少钱 我知道 你报个数字 前期需要五百万 五百万可以签合同 我投资 那那可是五百万 我知道 你 你真的要投资吗 投资可不是闹着玩的 合同 我找人弄一份 你以技术入股 我投资资金 你占公司的30% 五百分之70 公司所有的事 全部交给你处理 明日我们签合同 就在这里 你觉得可以吗 傅云州呆呆地看着他 如果你觉得股权分配不合理 你可以提 不不用 这样就很好 有人给我投资 我已经谢天谢地 哪里还敢谈分成 再说了30% 我已经很满足了 突然有一种 自己欺负老实人的感觉 那明天见 明天见 两个人分到扬镳后 傅云州站在原地 久久无法回神 突然 一辆豪车停在了他身边 你好傅先生 我们老总有请 傅云州见到面前之人 身子紧绷起来 大气不敢喘 因为眼前的人 是世界金融界内 叱咤风云的大恶风行 风行可是他的偶像 崇拜的对象 12岁特招进入 麻省理工学院读博 大学还未毕业 身价早已过亿 18岁时 成立自己的金融公司 正式进入金融行业 驰骋沙场 一次次辉煌的战绩 让他名声大噪 成为金融界 新青年一代 最闪亮的一颗星 你的企划按我看过 想法不错 谢谢 如果我的投资 你的项目 你能多久创造出收益 傅云州愣住了 突然有一种 天上再次掉下馅饼的感觉 他这是一天之内 被砸中了两次 那那个 有什么问题 我已经找到了投资人 他叫石景 石景 风行口中 低难一声 脑海中在搜索 并没有发现 哪家投资公司的 负责人叫石景 如果你改变想法的话 可以打电话给我 查一查那个石景 是 与此同时正琢磨着 从哪里凑得五百万的事情 压根不知道 自己差点被人撬走墙角 王妈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 这些是其家瑜伽 书家送来的礼物 二小姐让我给她送过去 你将东西给我 告诉小姐 我帮她保管 这不好吧 怎么我说的话不管用了 好吧 王妈 怎么能让夫人给我送东西呢 这些东西很贵 还是让妈妈帮你保管吧 不用了 我不是三岁孩子 这点东西都管不好 除了社会 岂不是被人生吞活不 这些东西你暂时用不上 这字话语古董不能随便放 到时候所坏了就一文不值了 你父亲正好也喜欢这些东西 你放他那里几天 让他好好欣赏过后会给你 你是不是觉得 你的宝贝女儿过得太幸福了 是裸裸的威胁 秦婉军愣住了 惊愕地看着他 你这么喜欢 那就留着吧 你这孩子 我只是那么一说 王妈赶紧把礼物 给二小姐送过去 老公 你有没有觉得 小景这个孩子有点怪怪的 有些时候他看人的眼神 有些圣人 你想太多了 真的我今日只是想要帮他 保管那些贵重的礼物 他居然威胁我 你说这孩子心里 是不是恨着咱们 会不会对我们不利 我知道你不喜欢小景 但你这么说就过分了 他好歹是我们的女儿 婉儿与我们再亲 也是别人家的孩子 他现在是越看石景越满意 看林婉儿是越看越不顺眼 一想到林子明那个小兔崽子 为了那个死丫头 林家连他这个父亲都不要 他心里就来起 我也想与小景亲近 可是他那个性子 如何都亲近不起来 你对他好点 孩子自然就与你亲近了 我告诉你 小景未来是要嫁进 风家或者叶家的 你对他好点 他也是我的女儿 我也是心疼的 别说的好像我是后妈一样 你心里明白就行 林家能不能更上一层楼 就得看他 在他的眼里 除了利益就是利益 我还真当他有多看重石景 说到底就是实景能给林家 给他带来利益 小浅你有认识 喜欢古董的叔叔伯伯不 我想将记家和叔家的 那两样古董卖了 你缺钱吗 我这里还有三百万 够不够 不用这两件古董卖了 就足够了 放心 这件事交在我身上 小叔 你有认识喜欢收藏古董的朋友吗 我想出手两样古董 实景想要卖掉古董 什么都瞒不住小叔 将东西拿来 小叔 你真好 次日 实景将东西送过去 下午时分便收到了一条进账信息 实景看着账号上多出的六百万 直接将钱转给了傅云周 让他以最快的时间启动计划 刘鹤宇 你怎么在这 怎么 看我出来很意外吗 你想干什么 没想干什么 只是找你收账 生余的钱 是时候给我了吧 你没有完成任务 那几个大小姐没给我钱 我上哪里给你钱 那我不管 我可都是按照你们说的做 不成功那不关我的事 老子还因为你们 关在里面几天 这几天的精神损失费 也给老子一柄算上 我没钱 你要钱就去找他们 你要敢对我怎么样 我马上报警 报警 柳依依里边以为我不敢动你 下一个月之前 两万块钱准备好 不然 别怪我不客气 实景都是你 你怎么不去死 深夜 刘鹤宇与一群狐朋狗友吃喝结束 最熏熏的走在巷子 谁 谁在后面 真是见鬼了 谁 谁在那 不要过来 我身上有开过光的符咒 刘鹤宇 好久不见了 哎呦 你们听说了吗 那个刘鹤宇 昨晚在在拆迁拘鱼鞋 吓得是心疯了 疯得好 可惜没死 如果吓死才最好 哎呦 依依 你可算回来了 你爸爸突然晕倒 嗨吐了血 刚才被送到医院去了 你赶紧过去 你妈是个没主的人 就等着你呢 依依 你可算来了 妈妈 爸爸怎么了 医生说是中风 这可如何是好 他要是倒下了 我们这个家也就完蛋了 你弟弟的学费 我们一家子的生活费到哪里去找 还有你爸看病 吃药的钱 妈你不要哭 我会想办法的 家里的亲戚都不富裕 周围的邻居都过得紧巴巴 谁会借钱给我们啊 依依我听说小锦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他一定有钱 你们以前关系好 你去问他拿钱 他手头缝里随便录一点 就可以养活我们一家子 石锦嘛 那种贤贫爱富的人 会搭理我会借给我钱嘛 但眼下也只有他能帮我们家对过难关了 我去找他 你快去 我明日再去吧 我想看一眼父亲 你是不是傻家里那点钱只够付押金 压根不够治疗你爸的费用 你待在这里也没有用 你快去找石锦那丫头拿钱 在刘母的催促下 刘一离开了医院 二小姐 门外那边打来电话 说是有一个 你的好朋友 找你 似乎找你有急事 你是见 还是不见 是吗 我的朋友只有叶浅 好的 我明白了 人家压根不认识你 你赶紧走吧 怎么可能不认识呢 我与他从小一起长大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既然是好朋友 那你打他电话呀 叔叔你帮我再问问吧 再问一次 好不好 告诉他 我是柳依依 我真的有事找他 你赶紧走吧 这里不是什么普通小区 哪里容得你一次次掏扰夜主 你赶紧走 石锦一会不得好死的 柳依依蹲在地上 无助地哭泣着 家中的遭遇 母亲将所有的压力 全部压在她的身上 让她喘不过气 她唯一能抓住的人 却如此无情 让她如何不恨 如果父亲有什么事 我一定要使锦付出代价 风总下午与王总会面 晚上有一个商业酒会 那日你让我调查的女孩 有了结果 这是她所有的资料 以及那日的监控视频 全部发到了你的邮箱 另外 还查到了 那个女孩与三嫂认识 三嫂为了给她撑场面 让李总以风家的名义 去参加她的生日宴会 这倒是有趣了 通过那日的监控 可以看出来 那位林小姐 应该是无意中撞见赴云州 顺手帮她一把 偶然那可未必 不是偶然那就是 特意在那里等着赴云州 那少女年纪轻轻 就有这等能力 念的没有那么重要 只要拿到钱 一切都会好起来 柳依依你可以的 小姐求求你救救我父亲 现在只有你能帮她了 我求求你 救救她吧 你不管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小姐 我爸爸曾经也帮过你 你帮她一次好吗 我求你了 让开 小姐 我知道我不配做你的朋友 你是千金大小姐 我只是穷人家的女儿 看在以往的情分上 帮帮我们 以后我再也不缠着你了 爸爸现在还在医院里生死不知 我们实在没有钱 求求你就帮我这一次吧 我会记住你的恩情 我给你磕头好吗 把握上 说着柳依依就要跪下 兰哲堕一把扶住柳依依阻止她下滚 石锦握住了兰哲堕的手 对着她摇头 柳依见兰哲堕松手了 半跪的姿势 直接将在了当场 不知道是跪下还是不跪 这女人是在作戏呢 她正是想要利用舆论的压力 逼着石锦出手帮忙 还能博得所有人的同情心 顺便还能黑一波石锦 小锦不需要很多钱 就十万块钱 这钱对你而言 就几个包包一件首饰的钱 可他却是我爸爸的救命钱 边上的同学不少人眼露同情 看向石锦三人的眼神带着比喻与轻视 这钱我给 一位女生从人群里走出 豪情万丈地吆喝一声 等会儿再付也不迟 以前真是小瞧了他 瞧瞧这一招 一剑双刀的计划 你找冤大头 我管不着 但是想要利用我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那就不行 柳依依 我给你一次机会 你当着所有人的面 告诉他们 是我对你们家恩情大 还是你们家对我恩情大 是我对不起你们家 还是你对不起我 记住 机会只有一次 小锦你自己说过的 如果没有我父亲 你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很好 天哪 没想到石锦是这样的人太冷血了 人家父亲曾经对他有救命之恩 现在让他就他的命却无动于衷 让人下跪真是太恶毒了 十万块钱对他来说又不是什么大钱 成了大小姐后就变成这样真是乐心 这种忘恩负义之人最可怕 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你背后来一刀 叶家和风家怎么会看中他 他到底哪里好了 整个就是一蛇仙心肠的人 你小声点 万一被他听到记恨上 你可就惨了 你没看见凌婉儿四人 得罪他的后果 别提有多惨了 凌婉儿可真惨直接被赶出了凌家 那点小伎俩只能偏偏看热闹从来不带脑子的人 之前在视频上看到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 如今看到真人 那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越来越强烈 一个蠢货自说自话 一群蠢货拍手叫好 这小姑娘霸气啊 直接气场全开 怒对比是全场 只是她不怕被人取谋吗 小姐不喜欢我 你可以骂我 但是周围的人是无辜的 你怎么能这么说他们 他们与你无冤无仇 你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 以前的你分明不是这样的 你变了 柳依的这一番话 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一时之间周围人对他的好感度大增 我骂他们了吗 我只是在说实话 你爸爸是与我有恩情 你碗面 我一直记着 但是前年我为了救你爸差点命没了 你是不是忘记告诉他们了 你与你弟弟初中的学费凑不齐 是不是我将所有的积蓄全部补贴给你们 再你与你弟弟被人欺负 是不是我帮你出头 因此还受了伤 你母亲生病差点死掉 是不是我及时发现 将他救起 一碗面 还给你们加两条命 还不够吗 知道为什么胜得学院招生时 我缺考三门 因为我想将机会留给你 如果我全考了 还能站在这里与我说话吗 柳依依还需要我接着说下去吗 人可以无耻 但不能没有良知 摸摸你的良心 我欠你们柳家吗 你们柳家在我身上吸血吸的还不够吗 我对你们柳家人知意尽 但你们对我呢 你帮着那四人找人去闹我生日宴会 到处说我私生活混乱 无所不用地败坏我名声 石井每说一句话 柳依依的脸色就白一分 她想要打断她的话 却找不到机会 十万元对现在的我而言是简单 但我为什么要养你们这群白眼狼 将你们养熟后 再让你们有机会 反咬我一口吗 呜呜 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 是与不是 你们自己看 石井手机按下发送键 下一秒 周围学生的手机纷纷收到了同一份遗迹 正是那日生日宴上的视频录音 怎么会 你怎么会有这个视频 难道当初他没有放出来 是早就在这里等着我了吗 靠这就是一个白眼狼 是白眼狼家吸血鬼 什么玩意 这种人品的人 有什么资格待在我们学校 太可恶了 枉费我刚刚还支持他 这种人真是个心 我平生最讨厌忘恩负一只人 什么东西啊 让他滚出我们学校 谁知道这人什么时候给你一刀 换成是我 我也会像石井一样 这人的脸皮怎么这么厚 做了那种事 还有脸装无辜 有脸为石井拿钱 人质见则无敌 说的就是这种人 柳一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嘲讽比 只觉得天旋地转 目光看向石井时 眼中满是怨毒的恨意 他就这么想毁掉我吗 十万元给不给 是你的自由 我不再干预 柳一冲上前 一把握住方婷婷的手 求求你 救救我爸爸 我是走了错路 但是我父亲没有错 方婷婷看着面前惨兮兮的人 最后咬咬牙 我还是决定帮他 风行看到这里 转身离开 你有没有觉得他像一个人 袭警危政 脑海里仔细地回想了一下 并没有觉得他像谁 风行蹴着眉 目录沉思 如果活不下去 可以来找我 或许我可以再跟你一次机会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在说反话 还是说真的 经过学校门口这么一茂 整个盛德学院学生 都知道了柳一这么一号人 本以为事情到此结束 可偏偏却出现了意外 当天晚上 一条短视频在网络上火了 标题名为 富二代的忘恩负义 冷眼看着救命恩人死去 视频很简短 只有开头柳一的苦苦哀求 并没有后续施景的反驳 全程只看到施景的冷眼旁观 柳一的苦苦哀求 一个冷漠 一个悲戏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到底怎么回事 那钱不是小景给的吗 他不给 这些钱都是别人给的 他凭什么不给 如果没有我们 他早就死了 现在他有钱了 帮我们一下又能怎么样 妈石景变了 他不再是以前那个 可以任由我们予取予求的人了 他变得冷血 变得无情 变得恶毒 以前他没有家人 所以对我们好 对周围所有人都好 如今 他有了亲人 有了依靠 有了一切 所以他不再需要讨好任何人 不再需要对每一个人好 你是不是与他闹别扭了 所以他才生你的气了 没有我什么都没做 倒是他 一直针对我 自从他做了千金大小姐后 就一直对我必而远之 你以为我不想接近他 讨好他吗 可是他不给我机会 今日甚至还说 我们是吸血鬼 说什么不欠咱们家了 你看今天的视频 他 他这是翻脸不认人了吗 还指望着石景帮 趁着我们过上好日子 他要是不帮忙 那我们可怎么办 你电话给我 我打电话给他问问清楚 我手机号码已经被他拉黑了 那把号码报给我 小姐 我是刘沈 你是不是与姨姨吵架了 你别生气 回头我就打他一顿 有什么事吗 没事我挂了 小姐 你是不是忘记了 你输可事就过你 他现在躺在病床上 你是不打算管他了吗 柳家的那一范之恩 我早已还清 没其他事 就不用再联系我了 你信不信我 现在就告诉外面的记者 你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请随意 小姐 大事不好了 柳家那一家子人 在网络上抹黑你 你现在被全网黑了 一家小区外面 肯定有一大群记者蹲守着 你今日最好不要来学校 这些人如果在家里堵不住你 我一定会去学校 我知道了 挂断电话后 石井打开手机找到了新闻 从最初的那条短视频 到后面刘母接受采访时 声味俱吓地控诉她的无情无义 更是在网络上卖了一波惨 评论更是呈现了一边倒的趋势 所有人都在骂他忘恩负义 骂他为父不仁 更有人直接诅咒 人身攻击评论不堪入目 他默默关上手机 脸上丝毫不见任何的目 好似什么事都未曾发生 连续不断的信息 不停地轰炸着石井的手机 微博上的事你不用担心 我让人着手去处理 安心待在家里 以前那边暂时不用过去 你的手机号码 可以让夜前帮你设置程序拦截 遇到什么难题 解决不了的事 可以告诉我 不要有心理负担 你对夜前的帮助 远远不止这些 行了吗 小石井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 你被人全往黑了 但是 不了解 我这里还有一个好消息 我可以帮你解决 开心不 行了 请回我信息哦 等你用 石井看着两人截然不同的关心风格 心里一阵暖油滑过 谢谢 这件事我自己可以解决 不用麻烦你的人 有需要时 我会与夜前说 可以直接和我说 好的 小叔 夜前真的可以打包送回地洞了 方想让那边的人先暂停 如果他没有解决好 再让他们动手处理 盯住最早发视频的人 和那个人肉放出信息的人 好的 夜总 醒了 你该不会是想要发微博声援我了 小丫头似乎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 还能打去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别我怕被你粉丝给撕了 一下场战队只会让事情的热度再升高 所以这件事你不要插手 我自己有办法解决 小石井这是与我身份了吗 我团队的公关能力还不错 可以借你医用 公关不必 警察律师倒是可以借我用医用 没问题 回复这条信息后 风景麻溜地拨通了大哥旗下最牛的金牌律师 萧静池 石井收到后回复了一声谢谢 从网络上搜索了一番 没想到对方来头还不晓 萧静池 律师界的神话人 从进入了律师界后 从未有一场待机 不管什么案件到他手里 都能胜诉 小景网络上的事情你知道了吗 知道 你知不知道 你在外面闯了多大的祸 网络上的人从攻击你 慢慢转变到攻击林氏集团 狗咬我一口 难道还成了我的错不成 小景这件事固然对方无理 但你这做法有些欠途 他只不过要十万而已 咱们还是给得起 没必要为了这点钱 与人闹得这么僵 白白让外人看了笑话 又落了林家的面子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林家 连十万块都给不起 这对你爸爸的公司影响多严重 这个道理你不是不知道 怎么这次就犯魂了呢 为了区区这点钱闹出丑闻 如果连累到林氏集团的股价 你妈说的没错 我看你一直很懂事 怎么这次却一点都不聪明 十万块钱你没有吗 有时间在这里声讨 不如多想想如何解决麻烦 时间就是金钱 拖得越久 被集团越不利 这个道理 你们不会不明白吧 你这孩子 你还说起我们的不是 你爸第一时间就联系公关部的人 让他们去处理了 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处理的 怎么处理 你不用管 这几天你就乖乖待在家里 学校也别去了 你现在就联系叶家风家 不要让他们误会你是忘恩负义之人 小锦叶家与风家对我们邻家很重要 你可不能得罪他们 你现在赶紧与他们联络感情 若是你与他们关系疏远了 你爸该生气了 母亲你这话的意思是在告诉我 我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维持叶家与风家的关系吗 你这孩子怎么能这么想呢 你爸都是为了你好 你快去与他们解释解释 别闹脾气 这是巴布的我耍脾气 不与叶家风家联系吧 有些时候真的无法理解 为什么母亲那么讨厌我 我到底是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